书接上回 接收着一段雍正建峡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 就在金凤山古叉玉皇顶 这个惠宾把边亮出来 老侠王石谷也把边亮出来 两个人要当场动手 这会儿有人喊 说王老侠且慢动手 顺着山底下 呼噜呼噜跑上一帮人来 为首的是四个人 身后的带着许多武贩官军 好多当兵的 手里边拿着各式样的兵人 嘴里不住的大骂凶僧 杀呀拿呀 别放好了凶僧会兵哪 你别看 这些的当兵的把势不高 但是 人多势众 而且呢 自古邪政不能 两立 这个势匪患 你要犯了点罚 办点坏事 你就是怕关面上的人 贼人胆虚 林总 怎么现在 惠宾形同侵犯 虽然说 这个刺杀 钦差 不是他亲自所为 是他徒弟 但是最起码 他现在打一个窝主 隐匿侵犯 窝藏这个解药 密而不屑 这就有罪 还不用说 你以一己之力 对抗这么大的朝廷 形同造反一样 所以这四人 带着官兵 顺着山蝶往上一杀 贿宾你别看 九闯江湖 在江湖上 没有他怕的人 但是也为之震撼 看着够悬的 就是老霞王师傅 也回头瞧 山上的众位 匣子大伙全瞧 顺山底下 上的那四位啊 带头的 王师傅就认识一位 冲得对头了 这个人身材不高 年纪足够七雄开外 大股脑袋正亮 王师傅认识呢 镇东侠也认识 书中代言谁呀 正是家住在山东东昌府 朝布林侯家庄 二侠子 一轮明月照九州 仓首伯月案 侯家侯振山 侯二侠带人攻山 那么这地方呢 咱们稍微的麻烦麻烦 蒙特奇 今天等于开新书一样 金凤山古沙玉皇顶庙外头 定格 镜头一转 咱们要表一表 二侠子侯杰 怎样如何来到了金凤山 那么 众群侠大半 都是从北京 背了虎发来的 二侠侯杰也如是一样 二侠和侯杰 坐镇杭州双龙标局 有标的时候 走标没标的时候 无非是闭门客途 带着侯氏门中八的门人 以及 这一干少剑和少侠和少达和 带着大伙练武也就是了 那么这一趟标呢 整走的是北路标 自杭州而起标 标到了之后 交完了货物 他可就没回杭州 回转一趟 山东东仓府朝复林侯家庄 皆因为弟兄两个人 是庄主 当初跟随同林 侯死杭州内下江南之时 被责任火焚 侯家庄 火焚朝复林 哥两个拿出钱来 帮着乡亲们重建家园 侯二爷呢 要回家看一看 到家里这么一瞧啊 很是不错 自己荡乡本土的 这些个邻居 街坊 老乡亲们 生活过得都算很安稳 一时想起来自己一个好朋友 就是家住在北京 安静门里头 富贵像 贝勒府的教师爷 童林冲海关 咱们这套童林传 您要打头听您就知道 雍正建家图小名叫童林传 说的是童林 可是解童林为书胆 要勾出来 三百六十路名侠 十二大剑客 这些位 剑客 辖客当中 跟童林交朋友最早的 就是二侠后结 当初带着五小进京 童林是 护府战五小 地毯退二侠 这是咱们 这套雍正建家图 早期的 比较经典的 篇章 那么具体这个情节呢 我也模糊了 您各位呢 恐怕比我记得清楚 这才引起来 跟这个道保二小 汉堡屋子广 进攻道国宝塞当 童林 童林疑惑 是不是山东侯二爷 带着人干的呀 这才问山东 找侯二侠 那么 侯二侠跟童林交情最重 想起兄弟来了 十分的惊恋 尤其兄弟上次 三月三 蝉刀宫亮标会 掌战野飞龙一时过利 吐了欲血了 现在怎么样 哎 惊奇思动 看看兄弟去 购问了北京 沿路无数来着到京城 那是京畿之地 十分的繁华 二爷直接购问安德门 这倒是认识 因为他总来 到了贝勒府 一打听 童林没在家 何春何吉 高高兴兴 欢欢喜喜 把侯二侠 让到 贝勒府里头 一直带到了 贝勒府 四贝勒爷印针的外书房 那么贝勒爷一瞧 侯二侠来 大喜过望 拉着侯二爷 独自门一趟聊 把童林童海川的去向一说 现在 前后有几拨老侠 我都给支支前线去了 一拨一拨都顺 我这走的 二侠一听 您什么意思 您也别闲着了 左不齐您就没事了 找海川去吧 因为海川那需要人手 需要帮忙 二侠侯家一听 那我就走吧 贝勒爷苦留 也就是吃的顿饭 给盘子也没要 侯二侠上路 一路积餐可因小行夜宿 这一天来到了 山西陕西两交界地面 猛然间一抬头 呀 不由得心中一惊 怎么 望远处这么一瞧 红日西沉天要黑 再回头一看 往前一望 前不捉寸 后不捉店 自己只顾 贪赶路程 把宿头错过 哎呀 难道说今夜晚 我要露宿荒疆吗 二爷不由得苦笑 这才叫为朋友 邪赶感热心 两肋 两肋插刀在所不死 我为了兄弟 敬步着跑了 今儿晚上 连个睡觉的地儿都没有 不是山石 就是大树 好可叹 我年过七寻之人 还要在外受此颠颇之苦 侯二侠一时感动 天可以就就黑下来了 自己仰仗着武艺精纯 行走的并不狠慢 所万幸 今天晚上 月亮星夕 借着这个 蒙蒙的月色 辨别路径 可是越走越慌 往前这么一瞧啊 呵 投了黑压压 一大片近视乌舍 可把侯儿爷喜欢 虽然已然入义 但是投了 总有这么一两间人间 他要睡得晚 就是没有电 我也在此震电之上 借宿一宵 投了一大片房子 是个大村路 这可太好了 慌不得路 一脑子可就进了村了 果不其然 甭说人 连条狗都没有 都睡觉了 过去呀 那个农村呢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农村跟城市啊 差不多一样的繁华 最起码家家都有电视 也有电脑 有网络 晚个啥呢 青年的后生 也可以通宵达旦的游戏 玩 玩电脑 玩手机 上岁数人呢 也看电视 一看 看着十点 十一点才睡 过去过去 过去吃完晚饭 太阳一压根 洗洗睡觉 侯儿爷来这种点 说现代话 足够午夜 十二点一点 这会儿呢 那个 还能有人 醒的吗 可能也搭着村子里 熏耕走仇的人呢 这会儿不对点 不当班 一个人也没碰上 侯儿爷 也不能瞎撞啊 大夜了 山家 砸人家门家 给谁砸醒喽 人也是骂行街呀 找有量的地儿吗 哎 怎么那么巧 一瞧啊 路北了 有这么一座广亮大门 一个大院子 嘿 二爷瞅着眨眼 怎么 借着月色光滑一瞧 这一村子 没有这么一所好房子 房前房后 房左房右 大半都是土坯房 很不讲究农村呢 唯独这家 清堂瓦舍 清水井的门楼 再一看这院墙 挑灰灌江 磨砖对方 真正的好房子 这是个殷实人家 叫我瞧 在这个村 这家守护 那二爷的身份高啊 我反正也落一仨门 我反正也落一借宿 我还不找一条件好点呢 再有一个人家有闲房啊 那小门小户一间屋子半间炕 家里得有女倦 就说我是个年过骨戏的糟老头子 也不太方便 这个 有钱的财主家 哪云不出一个小地方让我歇着 要再赶上个集善之家 洗老连贫 哎 我今天呀就有着了 这会儿二爷也饿了 侯二爷刚要拍手打门 也是寸劲 他往旁边拿眼角这么一扫 有河 就在这个院门的边上啊 咱说了 他这院墙啊 院门讲究 旁边的屋子都土房 很不讲究 就在这院子靠右边啊 这间土房啊 门口 木板啊 这么一个门 门外呢 挂着一罩里 没收 这赵林怎么意思 是电 这是电幌子 他干嘛挂赵林呢 这就告诉您这地方 金饼金面 赵林不是捞面用的吗 大车店 门口过去都挂赵林 这赵林是北京话 我不知道您有外父来的朋友 您懂不懂 就是漏勺 您现在上饭馆去 您能见到还得捞捞什么的 都发那一小楼勺小照 咱家里吃面的照 比这个儿大 那么 二爷一瞧 这叫省市 他要是收了照 上了板了 我就没有资格再交店门了 那我还不如拍这家有钱的呢 但是有电我干嘛要骚扰民宅呢 这家住咱房子好有钱 我也别捣乱 我还是打电子为师 我一江湖人 今儿要没有这村子 没有这电子 我呀 就是 漫山遍野 找避风地方睡觉 这个江湖人也常有的事情 这有电子 条件再差 也可以 来到了 电门前 木头板的门 有门缝 姐外边往里这么一瞧啊 屋子里都黑曲曲 似乎点的灯啊 但不很亮 从外边瞧不来 离这么近 趴着往里瞧 也看不出多的亮了 好像有人影晃动 似乎没睡 二爷一琢磨 你没上这板 那就是盈利业呢 那我就打电子 二爷一累 这木头板的门 开门 开门 打电 里边一听敲门呐 里边这人一回答 就带出喝多了的味儿来 怎么 舌头也卷了 话也说不清楚 一听就没想喝 外边肥啊 二爷在外边一听 好说 里边你也不瘦啊 我 我 重说 外边 贼啊 我好说 里边你是匪啊 我又 我 我 我还 红说 外边是梅啊 好说 里边是探的 我 这话怎么还 说上哪儿呀 我听你说 你打算问外边是谁呀 哎 对 对 还是不利索 开了门桥 不 不 不开 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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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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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酒了 洗 洗完脚了 我要 睡觉 那就不对了 这能够的 你 喝完了酒 洗完了脚 要睡觉 你怎么不上板 收照着呢 你这还是要做买卖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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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霉 我 我怎么会 望上板 收 收照着呢 喝太多了 哎 你 你是有 照我的 我是有什么的 你是有 照我 那叫 照花 我是有 照花的 你也是有 照花的 来着大 竹子了 把门打开 连罗子 带马 四千多匹 竟是山西 运煤的老客 就有五万多位呀 进你这店 把你这店 一包 一包 住完今天这一宿 六年不用再开张了 开着门把掌柜大 好好 好照啊 我 我发财了 等着 就听里边 踢着他了 踢着他了 二爷一听乐 大概真是洗完脚了 都憋着睡觉 这位来到了门那儿 记得功统 光当 细了话 把门打开 二爷一瞧 呼 这是喝了多少 一瞧 出来这位 电火 三十多岁 四十来岁 也就这岁数 个儿不高 哎呀 光头没戴着帽子 蓝布裤罐 底下裤子呀 也没记着裤腰带 就是一免 拿着手 这么一窝 在胯库上挂着呢 这裤子 因为他别 就睡觉了 光脚踏着鞋 上身 光着膀子 配着这蓝布裤子 往脸上一瞧啊 细眉毛小眼 酒糟鼻子 薄片嘴 是酒气熏人 这俩小眼睛 二目捏血 一看晚上就没少喝 把门打开 他不让二爷一伸手 先把赵人摘下来了 又有照合进来 下生别为我 我不招待了 好啊 算是我有照过的 这四千多批声孔 在后边呢 你先甭管他们 先让我进去 你进来 把门一关 二爷进屋的密桥 顺手把自己冰镇包袱 就搁在营门桌上 一看他这店 二爷乐 好 我真有造 一条龙的店 怎么叫一条龙啊 顺二爷站这地方 往右靠北 一大圈 大通铺 二爷站这地方龙头 我这地方算是龙尾 龙尾这有一大灶 灶旁边一张桌子 一个大柜子 里面都是吃饭的家伙 二爷一瞧 桌子上点这小油灯 去把乌黑 这伙计眼睛还真好 就我这路七十多岁 老眼昏花点 到这屋子行铜盲人 什么也瞧不见 他在这屋里 这也搭着走熟了 愣能够行动 除了这伙计 一人没有 二爷乐了 哎呀 是我有灶 是你有灶 我说你这么晚 不上班 不摘照 你的店里没人呢 对 没人 那这店开什么劲呢 不开了 要不说你 你有照了呢 我告告你 老头 怎么着 我们今天末天 明天滚着 一人没 没 没有 你今天晚上 随便的睡 你看这 这炕灵 从这头睡起 已经 咕噜了 咕噜到这头 都给你 我 打地摊 你干嘛打地摊 好 我当伙计 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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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地摊 多的时候 我这屋 住 七十多人 二爷一条 就这一间大屋子 一条龙的炕 住七十多人 这床上 躺满着身之后 得拿脚 蹬着后腰 往里杀 杀进一位 塞进一位 杀进一位 塞进一位 就凭我二爷 这么大的二侠客 我这张床 能杀进四十多人 你就不含糊了 他能够七十多人 满蒜 你一脑袋冲这 你一脑袋冲这 打着冲腿睡 这床上也睡不了 七十人呐 呼 这么好的买卖 干嘛不干了 不干了 你你你先坐坐坐 我我把火还得捅开 捅火干嘛 给你烧热水呀 还得烧热烤 我们这是宝 宝炕 怎么叫宝炕呢 哎 我们这炕 半边凉 半边热 那干嘛 你怎么掌握这温度 怎么能半边凉 半边热 哎 你看火在这边 这儿是死胡同 炕里边 砍得这么厚的墙 火 那干嘛 这半边热的 上岁数睡 这半边凉的 这半边凉的 年轻的后生火力壮 睡凉炕 岁数不大不小的 睡当劲的 这墙堵子上好 半边凉半边热 倒着身睡 你这炕 要没灶子 真睡不得好 是是是 炕里边高 外边低 那干嘛 吃饱了 脑袋冲冲里睡 饿着脑袋冲冲外睡 我来一控宝 哎呦 好缺德的这炕 横着睡呢 咕噜 那就对了 你要给抗坤不斜着 啥不就那么斜人家 我说你的抗厂 七十多人呢 太难了 火箭贵姓 免贵 在您跟前 不不敢当贵贵着 我姓张 藏乡本土全姓张 我们这儿 这儿一大户 都都行账 十三门 哦 十三门全行账 一大户 那就是了 活你也甭捅了 也甭烧水 也甭烧炕了 你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 我还是不愿意睡热炕 愿意睡凉 好在天气不冷 哎 我问你这儿有干粮吗 我饿了 干干干干粮油 菜可就是咸菜 没别的 水你要不让我烧 就是凉水 我 我个几个是飘的 可 可是干净 这都好吧 吃点干粮 喝点凉水 就是咸菜 整个的 有酒没有 不要多 我要接接罚 我走累了 好好 好 照顾 我怎么又有照顾 就是有酒 我 告诉您 这么好的买卖 赚的钱 我都打得酒了 我明儿也不干 我今儿都 都喝它 你是伙计 是掌柜的 我是伙计 掌柜的不管吗 掌柜的不管 等着 你别看他喝多了 晃晃悠悠的 干活挺利子 您琢磨 一条龙的大车店 就这一个伙计 真要人多时候 一人伺候几十人 都攻得上 何况就二爷一人 炸面 功夫 连饭带菜 带凉水 全端来 爆出来 这么一坛的酒 这坛的口 拿老玉米羊子 塞着 把这老玉米羊子 给拔出去 喝 二爷 二爷提鼻子一闻 酒还不恨薄 好酒啊 酒香 扑鼻 哎 张伙计 整个的 你这酒不错 对了 我好喝 我给您找 喝酒的碗 二爷一看 这小坛子 也不大 甭找碗了 我就这坛子口 喝两口就位解乏 我还喝多少 好好 也可以 二爷 吃这口干粮 就口咸菜 喝点凉水 把干粮送去寄 抱起这小坛子 咚咚咚 三大口 二爷一尝 酒还是真不错 再瞧这伙计 在旁边站着 你说睡了吧 他睁着眼 留着哈拉的 你说没睡呀 嘴里还打着呼噜 二爷一瞧 这是馋了 诊着 你说怎么着 你要想喝 你也喝点 我喝一天了 是啊 那你再喝点 怕什么呢 再喝酒 多了 我陪您 陪您少来一点 一人喝点没劲 一人不喝酒吗 这样我一口你一口 我一大口你一小口 喝喝喝 二爷捧起这小酒坛子 咚咚 又一大口 该你了 这姓张的伙计 把这小坛子低了起来 喝 二爷一瞧 喝 平常你就这么喝呀 啊 要不你老罪么刀枪子呢 怎么称呼啊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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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称呼干啥没 我行 山 张山 哦 行山 是不是 行三哪 一二三 大概就我明白了 我说张三啊 哎呀 我这会儿也歇过劲来了 吃点东西我也不心慌了 你陪我聊回来的吧 嗯 你 这个掌柜的放着挺好的店不做 还蛮要关张啊 这小屋是要转型吗 咋算卖点别的 搞搞服装 做做电子产品 还是要干什么 不是 以后我们不用 劳动了 不用工作 我跟我们掌柜的我们俩人 拿 拿现钱 什么都不用干 呦 什么活这么轻声啊 说我听听 哈嘞 我 我 告诉 告诉您啊 这张三里边上喝的不少 头脑清楚 说话 磕磕磕磕 还真能把这事 说清楚 说 我 我们这儿啊 十三大门 一大户 都姓账 您金箭叔 瞧 瞧见没有 瞧见什么 我们 借柄 那所房子 好不好 哎 原本我要那投诉去 我瞧 甭说你们借柄 就是你们这一村子 也就是你们旁边这间啊 这房子还讲究一点 你看 开的是店卖的是饭 你这是个店家 尚是如此的啊 不计 你这个房子很不讲究 他家的一定是有钱 太太对了 他也姓张 他也姓张 叫张丽 五耳朵了 我们都本家 连我算上 没出五福 我是他没出五福的侄子 拎着他 是我个大 哦 又怎么样呢 张丽啊 加了自有钱 可是才其 人不齐 一个大老婆 两个小老婆 三个媳妇 都不生养 哦 那我就明白了 这张丽是你们村子里头 首富之家 十三门一大户都姓张 他又发词乌后 那么日后 他有个百年之后 你们大伙要分的这个绝户产 那是一定 太太对了 还是您老人家明白 我们村里人都判 判他死 头儿也一听啊 想必这个张丽 为父不仁 你村人都念叨你死 你自己缺德又没孩子 哎 发词乌后日后 你死了 大伙分你这绝户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 侯二爷 转念又这么一想 这个也说不准 也没准啊 张丽人不错 不是像我想的那样 但是呢 穷人是多的 大伙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改善改善生活 把他的田产都分了 那谁不乐意 也有坏人 咒人就死 那么你们成功没有啊 没有 联盟掌柜也姓张 是我书书 书北哥 就在这店里 十三门 门长 服务长 大家长们 一共凑了 四十来人 每三天 在这儿 开一回清茶会 怎么叫清茶会啊 记根儿带记根儿 带记根儿的茶叶 我们这儿就管 水 然后大伙 茶话会 熬一点瓜子花生 香蕉舞的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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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有 人心不齐 原先说是 传工艺 大伙 吃着喝着聊着 就办了一回 办脏心 AA日没推广开 有拿有不拿的 不乐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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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清茶会 三天开一回 会议的内容 这个摘要 你跟我说说呀 就一个目的 分他东西 人家没死 你们分什么东西 怕他死了 打起来 头头活了 就就分呢 喂点瓜子 我们都人心不齐 喂那么大 房产低业 不得出人命 这倒是个防危杜鉴 那么你们姓张的 十三门一大户 这人都够厚厚厚厚的急了 谁跟谁见面 都特别特性 不说话 那叫客家 那还厚厚厚呢 这一大家子怎么混的 那张立知道不知道 张张张立 不知道 可以没准知道 我们派人 我们派人 拿小木头牌 上他田地里边 都定上桩子 哪门分多的地 肥田多少 汉田多少 烙田多少 沙地多少 多少林子 多少山 多少棵树 多少果 这细致极了 三天开一回会 一年开一百多回会 除了三十晚上不开会 没耽误过 开了好几年 他没洗 你们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不瞎耽误工夫 怎么样 他有孩子了 哎呀 已经被我倒霉催的 怎么没孩子就有孩子 谁说不 他五十那年呢 又娶 娶一个小媳妇 娘的姓马 我们这儿叫小张庄 她的媳妇 这姓马呢 是 是马的庄呢 小媳妇比她小不少 长得也不错 哎 也不整 整弄的 刚娶那 那二年呢 也没动静 我们一瞧 还是个不通气的 烟的改 还跟那啥都一样 那这些日子 他找人算了 找人什么 找人算话了 找人算了话了 谁给算呢 就是我们村里的 我们村里有个高演 给瞧的 瞧完了怎么样 说张元来 为什么没孩子 因为他们家 没有子孙谈 二爷一听 一处不到 一处迷 十处不到 酒不知 想我猴杰 人称侠客 跟随兄长 闯荡江湖 数十余载 未曾听说过 子孙谈 三个字 二爷这酒 喝着好兴 为什么 跟这张三聊得挺美 哎呀 这个子孙谈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叫子孙谈呢 他 他没有子孙谈 他就有不了子孙 像他 这么多钱 这样的财路 他家里得有子孙谈 那他们家 没有子孙谈 能不能气一个 不行 他们家有 他不知道 高原给瞧出来 瞧出来 高原 一算啊 哎 您猜他的 子孙谈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就在我们这店里头 哦 在你们店里头 对 就在我们后房檐 他这一条龙 一间大屋啊 一间大屋 后房檐底下 有个土台 就 就在我们这后房檐 我们这后房檐 就是他前外头 这高原告 告过他了 他求 求这儿心气 求这儿 他就把十三大门人 聚在一块儿 他打算 买地 找我们 掌柜的商量 把我们这店 他又盘过去 盘店是假 他要 子孙谈是真的 他想把这钱推了 扩到外头来 把我们店 扩进去 出的劲可高了 你们掌柜的乐意不乐意啊 掌柜的乐意 你呢 我也乐意了 那就给他吧 大伙 不乐意 石山大门说 你们 干俩 得了便宜了 我们小竹牌都 白定了 小木的装的 白歇了 大伙 每天走到树底下 瞧着自己的果子 不能摘 心里边都别扭极了 那果子是人家的 怎么就是他的 他洗洗了 不就是我们的了吗 那这子孙谈 你们不卖 大伙 不同意怎么样 大伙说了 把这个店 一关 就不卖给他 我们店里的钱 大伙掏 我跟掌柜的 我们输个根了 一年的脚骨 家里的用性 都归十三大门 公贪云散 大伙出公堵 二爷一听 这事不靠谱 怎么 清茶会买包瓜子都琢磨 这哥俩 一年的用性 一家的脚骨 全都冲这十三门 都姓张的亲亲耀 大伙为了给他们俩这钱 均摊云散 就又得是一场祸事 非人命不行 那这子孙谈呢 子孙谈 我们掌柜出主意 不给他 使大家给钱 大伙 都上那儿去 大小便 彻底把根给他淹了 二爷一听 好狠啊 奇弹毒啊 要是张力是个好人 小张庄的人 人心不古 这些人真可说是 刁民 为了分人家的绝物产 上人的子孙谈那大小便 连根给人淹了 要是张力不是好人 你可把人得罪苦了 当地的乡亲 把你恨之入骨 我记人称侠客 我可得访一访 看看你到底怎么样 那怎么又有了孩子呢 恨你说这不该着干着吗 就是这些意思 他们家又请先生上家去 说是姓马的小媳妇 身体不好 可惜 他老上庙里边烧香去 我们大伙就疑惑着 是不是又有了 可能怀了孕了 我们掌柜的这主意 出左了 怎么出左了 一春人姓张 十三大门 有男有女 都跑我们这店 店后个子孙台 大小便 他肥料烛 倒把孩子给吹起来了 没听说过 那孩子又不是装进 是变肥能给吹起来 你真正的是不会说人话 我会会不会说人话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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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话 我说的一句瞎话没有 有道是酒后吐真言 二爷一听他说的还真不是瞎话 大概这事也就是张三说的这意思 张三哪 就你本心想 你分这张力的觉悟产 你们唠忍不唠忍呢 可可是不唠忍 张元伟人 人还是不错 可可可是十三大门的门长 这是是是是一块定的规矩 我是个小辈 我说了不算 我也知道你说了不算 这个张元伟 看起来人还不错 还还不错 嗯 好吧 我也累了 我要睡觉了 你也别打地摊了 你那头我这头 咱俩离远着点 干干干干干干嘛离远着点 咱们吹了灯 我我再跟您落会儿 哎不用了 你有辣没有啊 给我点一个小辣头 给我这边照点亮 我岁数大了 万一起了夜呢 别磕着半着 你把你那小油灯吹了 你在那头就睡吧 辣辣辣油 他摸着嗨啊 他自己东西的都知道在哪啊 走到大柜子那儿 随便拉开抽点到里边摸了摸 哎 拿伙食点着了 这没有辣签 不有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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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把这个土造辣签拿过来 二爷一瞧 辣皮是绿的 火苗是蓝的 二爷就近了一瞧 辣头还有仨字 方街隐 西字烧了下去 分地剪的辣头 我们这店 店店要关张了 就结结缘开流了 行别刀进词了 睡你的觉去吧 我也困了 伙计 在看那头一会儿 这葫芦就起来了 二爷 把这辣哥哥那 门口迎门桌那 把自己的冰镇包袱滴了过来 把包袱打开了 把自己一队趁手的冰镇 两银双绝 拿出来 撩自己的一斤 一左一右 往自己身上这么一别 并没有更换夜行一 二爷一琢磨 我七十多的老头子 我在一农村 我何必故弄玄虚 我再换身夜行 依靠 狭子做事光明磊落 我上张李家瞧着 要知心不事事 单听背后言 二爷一抬手 扑一下 把这辣头给吹灭了 捋着这床 摸着炕点 走到张三窃进 咳嗽着这么两声 张三 我要喝水 张三 我要喝水 张三睡死过去了 二爷 来到了店门那儿 轻轻把这破幕的碗门端起来 闪身出去 把门带上 来到大街之上 一看 正是夜晚三更 这会儿 这村子里头一点冻结都没有 二爷来到了 张丽家的院子外头 纵身形上墙头 往院子里头这么一瞧 嗯 院子里头房子点着灯 没睡 好 我原要你张丽不睡 你要睡了 我哪知道你是好是歹呀 翻身形 二爷进了张丽的家 说着这墙根走 这墙外的呢 可就是 张三 跟他们掌柜的这个小店 墙里边呢 就是张丽的家 二爷是顺前街 翻门楼进来的 进来旅 墙根一走啊 就走到子孙坛那儿 站着院墙这边 闻着臭不可闻 二爷一琢磨 这一村人的够浑的 真祸祸人家呀 二次纵身形上墙头 扒个墙头 往那垫的后院一瞧 呵 污秽不堪 一松手下来 奔有链的地方去 列祖浅宗来到了正屋以外 到窗户棱子底下 引住身形 接着窗户往里边瞧 窗户关着呢 但是没关严 拉着窗户缝 为的是过风 屋里边好凉快 所以二爷也没捅窗灵纸 就这柱子后的引着身形 偏着脸 顺着这个窗户缝往屋里瞧 哎 怎么那么巧 屋子里头坐着一个圆子 脸正冲着外 一张账桌 他这正算账 书中代言正是张力 二爷也从外为一桥 五十多岁年纪 四方一张大脸 脸上一团正气 并不像是奸邪之辈 哦 看起来我想错了 张力并不是为父不仁恶霸地主 大家伙儿恨他一人憋着把他给判死 给他皱死 不是 是这一村人人心不虎 要分人一绝户产 看上人张力家里边有千请良田 果木成林 哎 到时候张力要是个好人 我必须要把十三大门的门掌凑在一起 整治几个雕丸之辈 告诉他们不能分人的绝户产 而且如果他这个小妾马是产相一男或者伴女 这个家产之后是人家的你们不要有非分之想 二爷看爸到此处点点头 我带他们家再转悠转悠 猛然间二爷一转身形往后院走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到前后院院门这块旧厅里边 叉了啦 有钢刀声音 二爷心头一惊 纵身形蹭一下到后院 后院的屋啊 也亮着灯 但是比头了 亮得暗 灯光不明 屋子里边人影晃动 这个刀盘的响可就是屋子里头发出来的 二爷来到了台阶之上 一看门窗户壁都很严实 这才用舌子在手指头站了一点透明 阴湿的窗灵指在窗外的虚目秒一目 往屋里这么一瞧 当时把个二侠侯杰吓得是魂飞魄散 怎么 窝子里头靠着膝墙 墙上盯着四个大钉子 就在这钉子上头 拴着四个皮套 这墙上绑定了一个少妇 已然是赤身裸体 下身 是一条粉色的中阴 上身是赤裸身形 这个小肚子微铁 看得出来已然有身孕 那么在地上站着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四十多岁年纪 大身材 一张麻脸 脸上就麻的 浓眉大眼 鼻齿口酷 蓝固裤 药里边 有蓝色的这么一个 丝掏沙流 这个桌子 已然让他挪在一边 一看呢 在桌上放了很多东西 有几个药瓶 有两个皮囊 还有一把钢刀 妇人伸手 由桌子把刀抄起来 刀盘子称多久 擦灯一声 也是一时心慌 烙在二爷的耳中 二爷现在瞧明白了 马上就知道 甭问 被绑少妇 紧皱 双眉紧闭二目 已然昏厥过去 是中了他的蒙汗药 那么这个妇人 她要把 这个小妾 马式的肚子拉开 盗取他的胎盘子和车 二爷明辈 江湖上经常有害死孕妇 盗取胎婴 去配银药 或者去配 迅香蒙寒药 据说效果奇迦 那么这个妇人 是江湖上一个败类 大身材 这个妇人 手里边攥着这把钢刀 往 小妾 马式的身前走 一仰手 就要下手 二爷爷能见死不救 那位说 这位是不是马式 不错 正是马式 那么马式呢 过门二年多 也没有开怀生养 自己琢磨 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老爷张力 头了 这三位太子都没生孩子 到自己这儿 还是不生养 我呀 得找人瞧瞧 找谁瞧呢 也无外乎 就是算命了 算命的说 您哪 得积德行善 这孩子您得积 外边让张力做善事 可是马式呢 就购奔 这个庙里头 可是什么庙都有 东庙的烧香 西庙的敲庆 满市的一街善女儿 哎 还真管用 这些日子觉得呀 自己这个肚子 一天一天比天大 身体也发现了一些反应 找大夫一号墓 洗一墓 自己赶紧又去还愿 说呀 许的怨灵了 真怀着怨了 不管你男伴女 总算是他们张家的香烟 哪 要不然老爷子死了 这十三大门一分 绝物产 那不成了 没想到庙里头 可就烙在了 这个恶婆子的眼中 恶婆子是江湖人 书中代言 他还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建山蓬莱岛的外围 那么化毒化量雨呢 发卖 迅香蒙汉药 把这个钱赚回来 冲作建山的军饰 那建山是一支 反抗朝廷的武装 需要钱很多 化毒化量雨 跟艳朴渊云峰 两个人经济是全倒的这些个经济 两个人要把所有的钱 都攒起来 化毒化量雨管赵 艳朴艳云峰管花 化毒化量雨 挣不来那么多钱怎么办 他就用下三滥的手段 往全国发放 银药和 蓄胶 蒙汉药 这都是他发卖的 为江湖人所不齿 他收了好多外围的徒弟 男女都有 交给他们怎么害人 尤其要这个同男同女 或者说 在孕妇肚子里的 胎盘子和车 主要要这个 这个要力齐家 这个恶婆子 就是化毒化量雨 一个记名的女徒弟 庙里都一瞧 这个少妇大奶奶 跟着俩丫鬟 一个老妈子 重点保护啊 庙里的一环环 假装离得很近 一听 果不齐 让自己猜对了 怀上了 跟到了庙外 可就说了 这位奶奶 我瞧你有邪气绕身 你这孩子恐怕又保不住 可把马是吓坏了 好不容易有了 别保不住啊 哟 这位大娘 您怎么瞧出来 别害怕 有这么一股要挟啊 辅了身 可这也不用请人 降妖桌怪 我这有这么一股圣水 我把这圣水给您喝下去 要挟自退 那您带着呢 我哪能随身带着圣水啊 这位奶奶 您住哪啊 我就住小张庄 我们家到好找 因为庄子里头 就我们一地儿是瓦房 我的男人 原位姓张 叫张丽 我是他第四房太太 哦 那就是 好吧 我回家准备准备 可是呢 您得秘密的派老妈子 在村口接我 由后门进家 那为什么 让另外三位太太知道啊 他们心生嫉妒 可就不允许我给您喝这个圣水 甚至于这妖邪啊 保不齐就是那三位太太给您种上的 马师一听往心里去了 那行 您多的来了 今夜晚必到 派老妈子在村口一迎 把这恶婆子给接来 恶婆子进门 说这个事情 跟前不能留人 把所有的丫鬟 老妈子轰出去 跟马师少妇这聊聊天 自己把蒙汉药给 兑好了 装作圣水 就灌下去了 那还不晕过去 这是吃完晚上 先吃饭 还办的事 那怎么半夜了还没动手呢 他得歇钉子 歇钉子又不拿头的听见 这恶婆子很小心 把带钉子皮套 完全在墙上都掀好了 他一个人 周着一个马师 也挺费劲的 扒去了一山 给钉的墙上 这功分挺大 把他累得够呛 现在眼看大功告成 将要动手 一着急 桌子一抄刀 刀盘子擦灯 一碰桌子脚 落在二爷的耳中 二侠的猴杰 正敢这会赶到 来着走 不如来着瞧 二爷这才 微然的一点头 抬腿踹门 手持亮音双血 就来到屋中要救 马适 好 书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 雍正见侠说 上回书说到 二侠猴杰 夜叹小张庄 那么住的小张庄 这个店房里边 打听出一件新闻来 就是小张庄的 这个首富张力 他家里边 这个子孙坛 盖的这个客店的后边 一村的人为了分的 这绝户产 不让他得这子孙坛 就是这么个 张姓的家务事 那么二侠猴杰又算去 这人怎么这么得罪人呢 一家温饱千家愿 他混好喽 大伙多少沾点光 怎么大伙都憋着 分在这绝户产呢 想必是为父不仁 上咱们家瞧瞧吧 没想到这一瞧 赶上事了 那么就是张力的这个小妾 这是她呀 第四位太太 马氏 因为怀孕 上庙里边怀孕去 让拍花的婆子给看见了 想办法接近马氏 合着到家来 说是给圣水喝 实际是迷药 把迷药下在水里边 把马氏给麻翻了 这才拨去一山丁的墙上 要施以最残忍的手术 盗取这个胎鹰子和车 二爷在窗外都一瞧 明白 久走江湖 也见过这种 下流的手段 当然救人要紧 这就顾不了男女有别了 把窗户打开 纵身形解屋外的跳到屋里头 并没张嘴说话 这个恶婆娘 手里边是一把尖刀 拿刀呢 本来要拉马氏的肚子 听着啪啪 一响 窗户开了 这恶婆娘 钻上这口尖刀一回头 一瞧 祸祸祸 银夜之间 身外头 穿进一个老头里 没头发 大图瓢 身材无短 形弱猿猴 别看这么大岁数 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 这个恶婆娘啊 害怕不害怕 害怕 但是呢 还是个酒精大敌的惯犯 不但没退 反而行凶 要欺二侠年老 他一看是个老头 一钻在手里 这把刀 他也不严育 一转身 照着二爷面门就刺 可把二侠欺坏了 头二爷一瞧 喝这娘们 还敢跟我动手 顺势一捋的腕子 把刀就下了 抬手一掌 正打在面门上 当时就一满脸花 哭疼你一下 这个腹道 躺地上 就在这个床上啊 有个腰带 这可不是 这个恶女人的 谁的呢 是马氏的 二爷不管那个 把这个腰带拿过来 别看她个儿矮 这个女的个儿大 那儿侠的功夫在那儿 把这个恶婆娘 治得动摊不得 四马倒汤底 都一捆 捆得结结实实 然后撕她的衣裳 撕下衣裳筋来 往她嘴里面那么一堵 往起低了她 往墙几角的密割 一看 墙上这个女的 赤身裸体 还是昏迷状态 尚未苏醒 而且啊 也就是岁数大 顾不得男女之别 拿刀 捡起来 这个恶婆娘的刀 把这皮套拿开 把马氏抱起来 放到床上 顺手扯过这么一床背 可就给她盖上了 这才低了腰 还顺窗户出去 从里边 把窗户这么一带 站在房间底下 一伸手 把自己的亮音双绝亮出来 左右手这么一分 在房檐底下略占了片刻 低了腰 上房 房前房后 房左房右 围着这院子这么一走 查看查看 这是二侠和新西的地方 怕这个恶婆娘 还有余党 再有同谋之人 自己要到头来 找张力说话去 这个小妾 马氏 又被人所害 那么二侠侯杰一看 四歪 静悄悄 本宅的主仆 也未发觉 这才二次低了下来 购奔前院 把自己亮云双绝 还带着身上去 咱们前文书说了 张力在前院中算账 也不怎么那么难算 那人说干嘛 弄账 非得搭叶了算 你说出需要的算账 他就得算账 越算越花 越花越算不清 哎呀 处着脑门拿着笔 扒着这算本珠 看着这账 哈着连天的意思 是困了要睡 猛然间 门响 这个门带也没销 外面这人一推门进来 张力无了点的灯 借灯光 抬头 一瞧 不愿意 进了一老者 二目如灯 二爷这两只眼有神 张力不认识 你是什么人 豪尔侠一瞧 张力故作镇静 心里边害怕 还问自己呢 我是什么人 嘿 你是本宅的主人 姓张 叫张力吧 啊 不错 我是张力啊 我就是要你命的人啊 这是个老贼啊 啊 这位带王 您要多少金银 自关取 您不要害我满门 老幼家小的性命 二爷也行乐了 张力你怎么那么糊涂 问您 后院有个少妇 身怀路甲 已然有身孕了 那是你什么人呢 那是我的小妾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有人要害你这个小妾 盗取 胎英子和车 是被我赶上 已然下手搭救 把她给救了 你还不赶你 唤醒你的家人 去相救 哦 张力朦朦胧胧 大概其听明白了 这是位老侠子 正敢让我家中有难 伸手相中 侠肝一胆的心肠 这会儿顾不上道谢 赶紧 夺门而出 往后子跑 到后子把家帘都喊起来 来到屋中一瞧 行凶之人 被捆着 在墙几点儿搁着他 让人顺悟地 把他搭出去 搁着头了 派人看管起来 天明之后好报官呢 自己一瞧 这个小妾 跟死人一样 马氏昏厥于床塔之上 自己能看 别人不能看 一看背后里头 赤身裸体 这段车是 侠客爱惜自己的颜面 拿一床背后给他盖上 自己不懂得怎么解救啊 让家里的老妈子 丫头 看着这个马氏 这才转的头来来 一看二侠自己在屋里 坐着正喝茶 干嘛 茶的这账 二爷闲着没事 一片一片 瞅在这账上 那么金算 那算了半九 哎呀 老侠个爷 您是我既有命之人 恩人带上 龙张力一般 说着话 跪倒身形 这就给二侠磕头 二侠伸手相掺 天里面里面 不用谢 过路之人 我本来是 脱锅宿头 借宿在你的借饼 啊 张三的店里边 哦 那是我本职的一个 数费兄弟 嗯 那就是了 他也是这么说 哎 张力 那个阿婆娘 我已经派人 搭着头来看起来了 我得问问您 您姓什么 叫什么 恩公 您 是哪儿的人 你要问我 师父香板 家住在山东东昌府 我住在 曹福林侯家庄 我姓侯 名叫侯姐 在江湖上 有个小小的匪号 叫一轮明月 赵九州 仓首国远 我哥哥就是 镇东侠 侯廷 侯镇远 哎呀 老侠 若非您及时赶到 活活坑杀了 我这个小妾 跟我未曾 出事的孩子 不管男女 您总是救我 妻小 母子两个人 那么大文难报 哎 她还昏着呢 怎么能醒过来 拿凉水一喷 就醒过来了 哦 这么简单 您再坐会儿 书架子上有的是贤书 您别看我这账 你先把你媳妇救过来 哎 到后头让人 桌子上有现成的茶水 已然都凉了 含了半口凉茶 往脸上一喷 悠悠转醒 自己不知道为何 赤住身形 躺在床上 羞的一个 满面通红 说老爷 您什么时候来到我屋里呀 那是你还不知道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呦 那个婆子 明天天亮送官 那好 带我重整衣衫 相拜恩公 不必了 我已经都替你拜谢过了 把画带到了也就是了 你们大家伙好好看着他就是了 这才第三次回转前面 到头了 二侠子 在屋坐着 您 吃饭了没有 还吃什么饭 你们借饼这店是个穷店 一条龙的大车店 就是有点干粮啊 哎 有凉水有咸菜 酒还不错 我略微喝了点酒 没有什么韭菜 那太好了 我这有现成的酒饭 来酒宴摆下 款待恩公 张力是守护 家里的大财主 有的是钱呢 一煞食 风风生生的酒宴摆下 张力亲自陪着二侠这 吃着喝着 二侠三杯酒下度 要管管闲事 张力 别看我把你救了 我得问你点闲话 您说 你年过万百 为何发丝不厚啊 您要问这个提起来话可就多了 我找人看过 皆因为我家里没有子孙坛 那你这子孙坛在哪呢 就是您住那店的后院 圈到你院子里来呀 本家不卖给我 你给的价钱低呀 不低了 一个土台子能值多少钱呢 我给了几间大瓦房的钱 这都不卖给我 因为什么呀 张力说到这儿不怜悦了 二侠一瞧 有难言之隐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吃着菜喝着酒 几杯酒又过去 张力 你跟我说实话 你在村子里 是不是人缘不太好 也不是 那为什么十三大门 非要霸住你的子孙台不给 让你断子绝寸 好分你这绝户产呢 老爷子您怎么知道 我也是听说 这是醉鬼张三 他酒后土真言 这个伙计他告诉我的 他喝多了酒了 但是耳听是虚 我呢得问问你 你为什么把大伙得罪苦了 以至于大伙这么恨你呢 我要说我是个好人 恐怕您也不信 这样啊 恩公 有个去处 我领您一去 您一观 就知道我张力是何如人也了 好 还有个地方让我去 好啊 那咱们走吧 那不能这么去 您再吃口菜 喝口酒 吃饱了 喝足了 咱们再说 酒我也饮得差不多了 菜我也不吃了 这就算吃饱了 咱们现在就去吧 好吧 那咱们把残袭撤下 换上茶里 我再陪您喝会儿茶 让手下人准备准备 你领过去 瞧就不就完 不撤 这么去 瞧不撤 来 把残袭撤下 换茶医 手下人 把八仙桌子东西都撤去 八仙桌子往回台 两个人离席 换茶匠 来到茶匠那儿 一边有一把椅子 往这儿这么一坐 有人把茶给漆上来 茶匠这四个 各式样的食仙 饭不吃了 该喝茶了 等宫儿不小 二爷一瞧之上哪儿 价格规矩还挺大 老半天 外面都萌萌 有点泛白了 天快亮了 手下人这才来到张力的窃进 原来都准备好了 好吧 请二爷 顺着这屋出来 过了这么一进院子 来到一个小跨院 有三间东房 这三间东房啊 窗户敞着 里边是热气腾腾 老侠 请您沐浴更衣 干嘛 带我上哪儿啊 还得洗洗澡 对 您要去的去处 必须要沐浴 我陪着您一块 哦 二爷昨天走一天呢 住在张三的店里面就没洗呀 倒是身上觉得黏黏糊糊 洗洗澡是痛快 那好吧 给让到屋里来 倒屋一条好 两个大桶热水 都已经烧足了 这屋子里头 气着池子 满满当当 一池子热水 这两个大桶水呢 是随着往里添热水的 站着八个下人 俩搓澡的 俩给帮忙 递手进 递椅子的 俩个拿着大水烧 就管堆热水的 还有俩个呢 是管洗衣裳 拿干衣裳 八个人伺候二位 洗澡 把窗户 全都堵上 哎 门也都关延了 有人伺候二爷 更衣 这旧衣裳脱下来 马上拿去就洗 说干不了 没关系 这有新衣裳 新衣裳不合二爷的尺寸 估计 张力家吓人多 人上一百 行行筛筛 高矮胖瘦 丑寸都有 比量的二爷这身材 早就把 新衣服给拿来了 没上过身 二爷一会儿穿 大小差不了多少 那么张力是 牵牵让让 请二爷入池子 呵二爷 走一天 累一宿了 往热水 吹了 梨泡 这舒服 这儿哈 有人把水烟给点好了 滴到二爷的跟前 二爷抽了一口水烟 煽动老汉 抽这个劲儿小点 劲儿小 这也就够 点三 有稍微硬点的烟没有 有 去 把三五拿来 当时 拆开了 烟嘴撤下 把烟包给 烟丝拿出来 装汗烟袋锅 二爷抽这带劲 巴巴巴巴巴 躺在池子里 玩了三锅 呵 这舒服就甭提了 跑得不离了 二爷 请出来 这儿 有大板套 二爷往这板凳上 这么一趴 过了一小伙子给搓倒 不知哪儿请的师傅 手也还真好 新手筋 又白又厚 往手上这么一趴 红地说 儿瞎子 一听就是定性我的 专业搓倒的 你要到南方讲 就扬州人 你要到北方 就得是河北定性的 一个二爷搓这枣 搓得浑身通红啊 还真下泥 二爷走了好几天啊 哪想过车扶啊 这旁边有人 又给放睡 连头带肩 一给按摩 这儿重新 拿大水烧 就仿佛淋雨一下 温热水 这二爷这么一冲 那会儿那个椅子 跟现在的相道不一样 当然已经有了 反正二爷从里到外 这么一干净 感觉心意 让我身上这么一穿啊 呵 浑身上下 说不出来的 那么一种舒服 好受啊 觉得自己身上 香噗噗 香噗噗的 好 现在天 未未有点亮 您要饿了 咱们吃点早点 再去怎么样 别吃了 我这半宿 没干别的了 就管这么点闲事 吃几顿饭呢 我着急了 什么地方这么神秘 这么大规矩 还得沐浴 沐浴不算完 还得焚香 哦 沐浴焚香 哪烧 您跟我来 可就跟着 顺着早长子出来 顺夹道往后边走 过四层院 那也说 怎么那么些房啊 对了 他四房一态 一个一态的 就得有一院 吃饭有吃饭的地方 念书有念书的地方 平常洗澡 有洗澡的地方 后边带花园 家里边一大家的人呢 过四层院 窗过花园 紧后边有这么一个院子 有门 把门 让人家打开了 门里头 有这么一张桌子 张力走到这儿 不走了 一转身 冲二爷一抱拳 恩人 老侠个爷 有一事相难 您要到此处 您得把您刚才身上 那种冰刃拿下 感觉洗澡 说亮音双觉呀 就搁在这池子边 一让人家拿走 给洗去了 连躺带韵 这冰刃穿上西线上 还得掠着裤腰带上 人一条 挺长俩棒去 他不知道这叫双觉 但准致着这是凶器 这是老侠的冰刃 您这种东西 不能带进去 二爷一听愣了 冰刃还不许带 您就放在这张桌子上 您放心丢不了 有人替您看管 二爷心里话说 他装上也没有什么高中的把式 就是有寻常的贼人来呢 我没有兵的也足以抵挡 能耐大 二侠的刀放心 好吧 把亮云双觉 顿出来 可就摆在这张桌子上 往院子里走 往前走了八步 一瞧 八个下人一边四位 都换上长大的吉福 院子里头 摆着这么三张桌子 上面摆着香炉辣签 香还没点着 在桌子头里有败垫 那么张力走在这儿一抬手 可就不让二爷走了 自己在这桌子头了 是个空拨的意思 在败垫上一跪 大败四败 把香点着了 往香炉里边插 嘴里边刀刀念念 二爷也听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 这才请二爷过来 侠哥 我这还有一难 怎么着 您受了也得拜 我也得拜 对 您要不拜 我不能带您进去 哎呀 二爷一听 好大的关子呀 这玩意我不瞧都不成了 为什么 也洗了澡了 也都给我按摩完了 这是大夫上哪儿啊 应该这会儿 奔自住那儿了 是不是 但可能时间还没到呢 先让我上这儿瞧瞧 哎呀 焚香 二爷没办法 也不知道这里边 什么神仙 拜吧 跪在这儿也拜了拜 他嘴子都不说 他不知道说什么呗 往香炉一插 二侠可以站起来 这回您看怎么样 太难为老侠您了 您随我来 这三间北屋盖的 又高又大 雅塞宫殿一样 二爷瞧着这张力 别人造反是怎么着 家里头这房都起了啥了 我在北京城 丑杯的虎的房也就这意思了 这三间房里边是什么呢 因为天眼蒙蒙亮 二爷临到切尽 你抬头才瞧明白 上面写着四个字 张氏宗祠 啊 二爷信了老大胡乐义 张力 这相来 恩公 我拜了半天 我拜的是姓张的祖宗啊 你们家的宗祠 我姓侯都拜得着吗 呃 开开门您就明白了 开开门他也姓张啊 他不能够姓张的宗祠里边 供着姓侯的祖宗啊 这是哪里说起啊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一会儿您就明白了 二爷信了老大 这闲事管的 我把他一家子救了 他领着我上这 给他们家祖宗磕头来了 那这寒气 好在他请我洗一澡 好好好 把门打开吧 不能这么打 您容我祷告祷告 在门外都把香药点着了 有人把拜件拿过来 在这门外举着香 又跪了四回 拜了四拜 这才亲自拿钥匙 把锁打开 把门打开 二爷站在门外 往里一瞧 里边灯火通明 感情每天有人专门 把锁打开进去 点长明灯 是个神像的佛刊 黄布的杖子落下来 看不清神像是什么 那么来到了 这间祠堂之内 张力屏住呼吸 他手下人一个都没跟进来 就是把二侠侯杰 让到这屋子里头来 一看张力 毕恭毕敬 大气都不敢出 眼光鼻鼻对口口问心 三次碾香 又跪在神像面前 大败四败 把香插在香炉里边 一伸手 在供桌底下 抽出一根猪肝里 猪肝上里有个如意钢 这才用如意钢挑这黄布围子 把这黄布围杖 挑起来 旁边有钢挂上 再挑这边 随着他把这两边的杖子挑起来 二侠侯杰 熟年海下 寅然 顶金观桥 哦 不不不不不 一看 上边素着一位神像 身上的打扮 还是唐朝的打扮 穿着官服 满是唐朝的制度 往脸上一瞧 紫微微一张面皮 浓眉阔木海峡 暴涨求然 在这身旁立的一个 铜二十个塑像 怀里边 连翘 抱着这么一口刀 塑像是假的 这刀是真的 可有一解 微然的露着刀袍子 这刀鞘刀身 瞧不见 皆因为外边有大红的刀衣 刀袍子 罩着 在这这么一抱 在下手立着一个铜儿 牵着一匹马 连人带马都是塑像 二侠子看了半天 这是谁呀 依稀想在心头 可又有点恍惚 不敢冒认 啊 张力 这是令祖吗 不错 您仔细看看 您认识不认识 我有点恍惚 不敢直说 我说出来要不对 你可别怪我 您猜一猜 我们祖上是哪一位 赶末是大唐朝 封臣三侠当中 二爷 张公明顶 好为 住坚的吧 哎呀 老侠 不错 正是囚然客 张顶 张仲坚 这是我的老祖 哦 你是封臣三侠 求然客 张二爷的后人 对 书说的这 你要听隋唐演义 你知道吗 封臣三侠 这个张顶啊 是东海高立国 浮云岛的人 说现代话 就是朝鲜人 天生异象 哎 紫面求然 五义绝论 一口宝刀 叫做龙头凤尾 自己呢 要诛尽天下坚定 见着有不平的事 就要管一管 见着有坏人 不必要除之 仰慕中原大帮之地 就到了中国了 唐朝您知道 唐朝有个薛礼争动 哎 就是打高丽 那么张顶也是避战乱 可就来到了中原 他呢 最瞧不得呢 就是奸夫淫妇 有这样的事让他知道 他是不留活口 都杀 行走道路当中呢 旅店里边住着一男一女 行迹可疑 又不是两口子 而且呢 看得出来都有功夫 他暗喊可疼就坠了 书中代言这俩是谁呢 就是李静李要师 跟红服女张初晨 张初晨呢 是岳王阳素府里边呢 一个歌舞伎 那个李静李要师呢 他是岳王阳素府管账的先生 和这先生把府里的丫鬟呢 给拐着走了 私奔 私奔还是私奔 你们听明白 并没有夫妻之实 没有 兄妹相称 但是行侠作业之人呢 哎 两个人呢 是食则同桌 寝则同踏 今天那两位都是高人 你别看 一床睡觉 并没有淫乱的行为 也不必嫌疑 晚上开旅店 就开一间房 就在一屋住了 而也又要庇护岳王阳素府的人 追杀 怎么样嘛 就假托夫妻之名 实际呢 是私奔跑出来的 让张中坚给看见了 张中坚一瞧 这就不是两口子 晚吧啥呢 要偷听两个人说话 结果刚到窗户根这 让俩人察觉了 俩人拽出宝剑了 刚刚把刀晾出来 拼着庞长这么一打 打了半天 打一平手 李静李老师说 你们俩别打了 三妹 这是个能人 你为什么要 不跟我们俩说话呢 这个张中坚一听 他们俩兄妹相称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俩人 不是奸一邪道之位 要连妹江湖 行侠仗义 假托夫妻之名 你怎么回事 我错拿你们俩人当了 奸夫音妇了 既然说开了 我看二位是英雄 咱们办一盟把兄弟吧 这么着 本来是 不好的关系 这一下 成了把兄弟 不打不相识 李静李老师大 张中坚行二 张初贞浩散 原先呢 是他们俩人 兄弟江湖 这一仨人呢 仨人连妹 兄弟江湖 这就没法开一间房 人垫着也不给开呀 三个人连妹江湖 人称 风尘三侠 这风尘三侠 风尘谁身上呢 就风尘的张初晨身上 因为她是风尘女子 她是歌舞伎 这就是以往的 一段历史 咱们不多说 风尘三侠的故事 那很多了 张正坚呢 就是风尘三侠当中的二爷 人称求阳客 敢将张力是张二爷之后 二侠 跟您说 传了三四十代 传到我祖父这儿 原先是辈辈习武 可是到我爷爷这儿呢 就弃武从文了 但是还会两下 可是呢 也不教人了 也不跟人家小了 简直到我这儿呢 就一下子不会了 从我祖父又传了三代 到我这儿 我爸爸呢 就不怎么会了 我呢 简直的就把五数二字 给埋没掉了 一点都不会了 那么恩公 现在您明白 我是张公之后 焉能够 为父不仁 鱼肉相礼 做些个对不起 荡乡本土 乡亲们的是 更何况 小张庄 大半姓张 十三大门 都是张公之后 并没有特别坏的 不过是建台起义 看我年金半百 发尺不厚 没有孩子 憋着分我这绝户产 明白了 好 您请旁边站 亲自碾香 跪在二爷的面前 口中叨叨念念 说现在有山东投节 路过小张庄 德会您的子孙 张力 伸手相救 大救他的小 且母子二人 那么事有凑缘 这不在我有德 还是在您身上 您身上 积了大德 至此您的子孙 后代有这么一份福报 要不然也不会天甲 其便把我 神差鬼使得 给送到这儿来 说完了话 把这香 站起来 往香炉上一插 他伸手把这竹竿拿起来 要把这个围杖 挑下来 我明白了 张力 你带我外边说话去吧 老师这张力一伸手 老贤你别忙 搬过一张凳子 凳着这凳子 隔着这供桌 一伸手 把上手铜儿啊 怀里抱着这口刀 可就给请下来了 把这口刀请下来 上面一点浮土都没有 为什么 每天都有专人打扫 二侠一看 他捧刀 不知什么用意 张力你要做什么 您捎带 把大红的刀袍撤去 连刀带鞘 往二侠面前这么一摆 二侠一看绿沙 鱼皮叫 金吞口金石将 威露黄金刀盘 施金掐丝打造的刀把口 这口刀太讲究了 外边呢 刀头的碎 都是打红的 这口刀广看的翘就这么漂亮 这是什么刀 这就是昔日 我的老祖 张二爷行走江湖之时 用的那口龙头凤尾宝刀 你们家祖祖代代 传流至今 确实 侠子 您既然是搭救于我 我让您瞧瞧我们家这口刀 好啊 练武之人哪有不喜欢好兵人呢 武术越强的人 看见好的兵人 越爱惜 你要看水浒传 林虫怎么倒的没 陆迁这计策太毒了 太育高丘府里的宝刀拿出来 林虫跟鲁志生俩人在街上溜弯 这个人抱着宝刀 跟着林虫 自己跟自己说话 何惜我这口刀 没人知道是口宝刀 鲁志生也听见了 林虫也听见了 林虫想问 你什么刀 鲁志生 去去 走走走 蒙着行 这我见得多了 拦路虎 说叫 哎 这个 你一问他 不定告诉他 哪府里偷出来的 对不对 江湖上掉坎 他叫闯坑 闯坑挑青的 新闻 走走走走 拉着林虫非要走 林虫很佩服鲁志生的 那走吧 这捧着刀 大家后边还跟着 我就是落了牌了 我但分要有一目得地 我能舍得卖我这口刀 太好了 他自己跟自己说话 林虫听了还要回头 鲁志生 拉着林虫喝酒 我说你这个耳朵 忒馋 马路上这么些人 吆喝你不听 那卖肥鹿鸡的 你怎么不听 你买只肥鹿鸡 这边有卖开花豆的 你买点 咱俩一会下酒 多好 你老听他这干嘛 那咱走 还走 卖刀之人啊 这回急了 这话也绝了 闯着这口刀 可惜 这么大的东京变良城 竟没有一个习武之人 拾货 让登某家这口刀 林虫急了 过来 鲁志生 你干嘛 你这个靠边 林虫 林虫叫豹子头 你别看戏台啊 白面三然 书里可不是 虎头 虎脑子 暴掌刚然 哎 叫暴头 刚然 这个 他这模样 就跟张飞 李逵应该是 一个开脸才对的 林虫实际 是这么形象 人送外号的小还猴 还猴就是张飞啊 哎 暴头林虫 急了 你别管 你过去 什么刀啊 东京变梁一个练武的没有不认你这刀 你打到那干嘛 我看你就属于那不认的呢 拿着我瞧瞧 插冷一下把刀打出来 刚拉一半 林虫眼就直了 这刀太怕了 久文德 太域高求 府里有一口宝刀 我没见过 这口刀绝对能够PK 能够媲美啊 把刀合起来 你这刀上面插里草标什么意思 卖刀 卖多少钱 要直可直撤了 我呀 别人问 三千块 就这原文写的 您要要 两千块 少一点不给 林虫说直 两千块也直 可有一点 没有人使你的货 除了我 你卖别人 三五十块没人要 甭说你这两千块 为什么 他买回家就是切菜 只有我 你认得我吗 您是 八十万进军教头 抱着头林虫 你说的对 可这东京变梁 使你这口刀是宝刀的 就是我一人 我也不少给你 一千块 林虫挺快杀奸的 拦腰一刀 这位一额压发 您再高个手 我也别多要 您也别烧给 我要两千 您还一千 您再回个手 一千五 火了 跟我家 拿钱去 报告跟着我 鲁德哥 你投了 买菜 打酒 等我 等落后 别给钱 我来了 我付账 那干嘛呀 你这回家 你就玩刀了 你还跟我喝酒 咱俩就改天吧 那也行 您回庙子 鲁德生说 你这不捣乱 我可你溜半天大马路 鲁德生回去了 他心里全在刀上 不管鲁德生了 跟着这卖刀了回家 这家里这段书 写得好 同志们 水浒乱也好 要不等着四大名众 钱都给完了 刀都到手了 拿这口刀 问卖刀之人 这口刀怎么来的 乃是祖上所传 你祖上姓自名水 我得问 这位一句话 把林总说得这样累了 说您不问也罢 若提我祖上的名姓 是溃杀人也 我当不孝子孙 把祖上传流的宝刀卖了 我对不起祖宝 我还替我祖先叫着 林总一听很受感动 英雄无奈 要怎么说水浒写得好呢 他这会对人家还感叹呢 他可不知道他以后 这口刀给他带来夺的娄子 就这句话 买林总 逼个死 林总深信这个人 是因为生佛所迫 万般无奈 才把宝刀出了 心里边爱 这人走着之后 当夜晚林总 啪啪啪拿着刀就裂 你要看水浒原文 到第二天 这一宿之间 林总看了四回刀 这原文写着 四次看刀 就吃完饭拿出来又瞧 睡醒半夜起了一回 看了一回 天亮又瞧一回 一共四回 你说说 他得多爱这口刀 咱们打这以后天天看这刀 练武之人 对这个宝兵人最在意 我给您说这段书 您就知道 林总那么大的能耐 八十万进军教头 那不是眼皮子窄的人 为什么能上这道 日后因为这口刀 持刀误入白虎结堂 有意思杀太狱高求 死罪 要不是东京变梁的福尹 同情他 卖他这一面 那绝对就死了 那么林宠哲才 烙得一个磁配苍州 打这以后脸上两行金印 永远抹不下气的耻辱 就那个太狱高求都不饶 让陆谦买通 董涛学霸 半路之上 也如林安排 陆谦多狠啊 跟董涛学霸说了 你们俩去回来 怎么证明你们俩把林宠杀了 把脸上金印一块皮给我接下来 带回东京变梁 见着金印 这十两黄金是零的 还有十两黄金 董涛学霸 也如林 没成功 陆谦门赴安 两个人追到河北苍州 火焚草料打死 这计策一计跟着一计 都那么歹毒 烧死你林宠 你看守大军草料 草料失火 还是死罪 哪逮着哪载 必死无疑 非得把你治死 不能再说了 再说好 水浒乱了 这好一段剑辖图里边 又是隋唐又是水浒 我就给您举这例子 为这一口刀 您说惹多得厚 但是当时他那兽骗 深信不疑 为什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林宠不是我身 对吧 胜利冲昏头脑 看见这东西 一下子脑子就蒙了 这心思全在刀身上 二侠侯杰行走江湖 这么多年 没使过开这儿的兵人 他这决没这儿 俩棒子就是 两个铁棒子 那么他这对兵人 是专打人的 周身上下的学位 他并不擅长于刀法 但是他见过的 宝兵人可太多了 他哥哥手里边 一把手听通 您琢磨琢磨 他瞅着这口刀 能不喜欢吗 现在一听说这是当年 大唐朝 风尘三峡 张二爷传下来 一千多年的宝刀 好家伙 太高兴了 张力 你简直就是我的恩人 谁是谁的恩人 我救你们家一条性命 算什么呀 举手之劳啊 这口刀是你们家传了几十倍 传到今天 错非有这样的机缘 老天爷给我这机会 说什么我这辈子 也无缘跟此刀见面 我能瞧瞧 您瞧 说的话 大多舔崩荒 看一下 这口宝刀出窍 顺着这个刀窍往外一拉 这口龙头凤尾刀 二爷就仿佛眼前 打了一刀 丽莎一药 汪华一道 要人的二目 二爷低头一看这刀 一巴掌宽的刀身 两面的血槽 上面似乎有斑斑点点的血迹 那是多少年 杀人 沁进去的血 那不是说上回杀人 那血在上面 干冷不是 这刀杀完人都不见血 唰一下就过去了 就那热血一沾这两刀 沁进那一点 就得杀多少人 这血槽两边还能挂一点红 那拿水擦 拿八四 钢丝球 拿什么也擦不下去 那是沁进去的 一千多年 那包胶 那皮鞘 二爷心里边 哎呀 这要上拍得多少钱 二爷俩眼本来就亮 你瞧这刀更亮了 把这狗刀拽一半 人不往外拽了 二爷那意思伸手 想试试手头 张力 能不能把刀拿出来 我试上一试 张力本来要还刀 一看二爷这么爱 好啊 钻着这当鞘 往前一递这刀瓣 二爷伸手 一钻这刀瓣 呵 掺一下 整个刀都拽出来 四十五寸的长刀 二爷生高五尺 二爷钻着刀瓣 一瞬那刀 差点扎死你脚面 这刀这么老长 一口长刀 瓷堂这那不能耍呀 试试这刀 哎呦 没有大履历的人 可抡不动这口刀 别看是一口单刀 加长加重 可见当初 求然和张仲坚 合走的臂力 这个划刀 要想五栋如飞 单刀 这么沉的刀 可没有 加个分量的大刀 这是 二爷一看 这个刀口太快 这才把宝刀 还写牙 连声称赞 好刀啊 好刀 刚了赛 你着急把神话说过呀 张立一瞧 把这大红的刀袍 往这个刀鞘上面一照 二侠 既是您连夸好 没有别的 为达到您救命之恩 恩公 某家愿把这口刀 双手 双手奉赠 与 侠 可 啊 二爷一听 这可没有 我夸好 可没有别的意思 君子不多 人之美 更何况 祖传之物 凡三四 时代 传到 公之手 也能 亲手 把祖传之物 让与他人 呃 侯某不敢 侯某不敢 不然 二侠 我有话术 宝剑曾烈士 红粉 曾家人 到我这边 三世 弃武 我把武术 二字 埋没 这口刀 有没有出头之 实不相瞒 就在前几天 这口刀 无辜自明 我家族当中 故老相传 该找此刀出事 没想到 硬在 二侠 可爷 您的身上 侯老恩公 您既付 侠名 这口刀 要赠予您了 方才为不埋没 也使我 祖上 张公顶 自仲坚 封臣三峡 当中的二爷 这口宝刀 能够再现 人士 是 斩恶出天 另有一节 我无以为报 您救了 我这个小妾 不要紧 主要救的是 他 府中之婴儿 有了他 他们就分不了 我的绝户产了 我家里一口刀 又算什么呀 给您 再合适不过了 另外一节 这口刀 在我们家 一点用没有 配在您身上 您出门 往小了说 可防身 往大了说 您行侠仗力 除多少恶人呢 这口刀 给您最合适 您一定拿到 二爷是 再三的推辞 张力是非要 推推让让半天 二侠一看 张力是真心 满面含羞带亏 伸手把这口刀 又捧在手里 真爱 张力 你可让我 说什么好啊 我 我可不知道 你们家有这口刀 我不是为了这刀 才来的 我没有那脏心 二爷抱着刀 请在一旁 二侠和爷 抱着刀 旁边一站 张力 又跪下了 对着这神像 邦邦邦 磕头 大败四败 您把刀请过来 把刀往脑袋 这么一顶 说祖宗在上 张力是列祖 列宗听真 现在有多少代 传孙 我叫张力 要把祖上 所遗留的这口宝刀 赠予山东二侠 侯杰 石出本院 愿他执掌此刀 行走江湖 斩恶出奸 以光我张氏之名了 说的话 崩崩磕头 站起身形 二侠个爷 请您接我这口刀 二侠个真有点激动 多了多了 把这口刀接过来 翻身下败 也往脑袋一顶 张公在上 有信师弟子 侯杰在下 得欲张力所赠 你张氏门中这口宝刀 日后行走江湖若 错用此刀 妄杀一好人 放走一坏人 天把我怎么长 地把我怎么厚 就是你张公在阴草 不诱我侯氏 说的话 大败四败 站起身形 把刀二次诸侠 擦愣一下 拉出一点的 也就半诈度 好啊 刷 宝刀还下 这口刀 回二爷 就请恩公佩戴 第二次 把这大红刀袍撤下来 连刀带翘 把二爷身上这么一 呸 二爷高兴 就是国腿 二爷不会走道 您总的身刀不足不齿 这口刀 连刀带翘就快无耻了 这家伙 走道路方便老打腿肚子 二爷说 这刀太长 我带的不合适 不合适 您带的 也好 总比我带的像 好吧 投了说话 这才退出来 功功定定在门外 张力下拜 又磕一个头 找人把门锁上 往前走 到桌子这儿 把双爵亲手 拿起来 定于二侠侯杰 您把冰刃带上 二侠侯杰 拿起自己这对双爵 什么玩意儿 这家伴喇的铁通行 我怎么用它 用一辈子 我有这口刀 我玩它干嘛呀 有心拽了 一琢磨不成 我这刀啊 二五眼 我不擅长一刀法 真跟人动手 还得靠它 我还掖着 把亮音双爵 掖在自己的身上 投了投 到头 重新啊 九雁百下 天也大亮 这才把如夫人马氏 请出来 恭恭敬敬 夫妻两个人 跪在二侠的面前 再三的叩戏 二侠说张力 天亮了 我上戒比尔纳院 取我的行李包复 另外我让张三 通知你张姓本族十三大门的人 我要管一管你的家务事 把你的家产分上一分 以免后患 您替我想的太周到 既然我已经管这档子闲事 咱们索性管到底 好吧 我在家等着您 二侠子 这就甭跳墙了 走大门吧 到大门这 绕出去 到头了 啪啪啪一砸门 张三把门打开 我都瞧您这么眼熟啊 您 多能在我那店住过 昨天夜里 哦 对 想起来 这老头不昨天晚上 住店那位吗 回头一瞧 看看人没了 哎 人什么时候走的 我都不知道 您什么时候走的 我呀 哎 我走了多半宿了 您已经醉死过去了 您来说 我瞧没有刀啊 怎么还跨着口刀 这大半夜的 您这么大岁 跨着刀出去干嘛去了 那你甭管 十三大门的人 你都认识吗 都认识 您怎么知道 我们姓张的有十三大门 都是你告诉我的 我跟您说这干嘛 这是你们姓张的加入事 对呀 十三大门 天天我这店里边开会 三天一次清茶会 三天一次清茶会 连点刮我离头都不买 把我们这店搅得够呛 就为了这子孙谈 现在秧带着我们 求着我们 这才对我们稍微好一点 哎哟 这事我都跟您说了吧 都说了 比这笋子你都说了 我这破什么嘴 喝点酒 我什么都往外说 老爷子 您什么意思 拿着 说着话 把钱拿出来 这是店翻账 没跟您说这店要黄呢 不收钱了 那就你再打酒喝吧 幸福一当 让十三大门的门长 你们姓张的宗族 这些个领头之人 都到张力嘉开会 开会 什么开人会 开清茶会啊 别在你的店开了 上张力嘉开去 怎么样分的这绝户产 怎么把张力这钱 云分均摊 删给你们 这回我说了算了 张家的事 轮得着您做主吗 哈哈哈哈 张三哪 是你来一口 一龙 泪下的这口刀 由你祖宗这口刀 我姓侯的要管管你们张家的 家务事 好 出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雍正见侠故 上回书说到 侯杰 侯尔侠 叶探小张官得宝刀 把张力的这个 如夫人马氏救了 张力无以为报 这才把家传之宝 这口龙头凤尾刀 送给侯尔侠 侯尔侠得宝刀 非常的高兴 回转张三这个店里头 跟张三说 你通知 你们小张庄 姓张的十三大门 开会 这算个家庭会议 处理张力他们家 戏产一案 张三一听 谁得分这家 我 嗯 张三一听 这不哀的 侯老客 您是外乡人 姓侯 凭什么管 我们小张庄 姓张的家务事 凭什么 看见没有 认得这口刀吗 说着话 肋虾一伸手 连刀带翘 把这龙头凤尾刀 在掌中这么一捧 让张三瞧 张三不认识 他们祖上所传的刀 他能不认识吗 就因为人家 张力家是嫡传 是组长 所以这个刀一直在张力 他们家世世代代穿着 剩下这些姓张的 别看也是张鼎 张仲坚的后人 有多数啊 没见过这口宝刀的 甚至于说就不知道 像张三 别看他张力 没出五福 远房的俩人啊 还拎得上个 输个兄弟 但是 愣不知道这口刀 哦 老爷子昨天来的时候 没这口刀 这不定就 哪儿弄了一口刀 要管我 我们家伙事 哎呀 就凭您一个老头子 纵然您有刀 恐怕十三大门的人 也不能全听您的 为什么 这十三大门里边 也就是混蛋 我是不行 我们这姓张的 人多了 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甩 什么人都有 大家伙 费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姓张的 张三很不以为然 行了 出头的船的鲜烂 您既要管我们家这闲事 那您试试吧 我就是跑当腿的事 反正都在一村 门爱门 户爱门 张三也就转一弯的功夫 十三大门通知齐了 也有长也有上 长什么模样都有 大家伙 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得有个议论呢 老开会啊 村子里头姓张的这点地 差不多分的差不多了 什么小木头庄的小牌子 都盯着地里呢 包杆到户 哪怕一棵树子 要能结果了 是谁的都已经定位好了 就等张丽厌弃 张丽不仅不死 还娶小媳妇要生孩子 大伙这儿正为难的 一听说开会都很兴奋 张三同时开会 肯定是张三这店里头 但张三说了不是 上张丽他们家开会去 大伙也难道不明白 那张丽不就知道了吗 也没准是谁通知张丽 张丽想通了 别等死 现在就全部交枪了 趁着活着给咱们大伙分担 没得那么好心眼 各怀鬼胎 吕吕吕吕 都到张丽家了 张丽家里边开会 能跟在张三那小店里吗 那是清茶会 连点心瓜子都没有 各位呢就仿佛票友大爷 叫自带干凌自带水 自带胳膊腿 俩姐妹扛一脑袋来 到张丽家那就不一样了 张丽家里边风风生兽 四十干膜 茶叶也都是最高级的 大家伙囤囤围组 拎得上的 拎得上的 拎不上的自然有一番寒暄呢 张丽 同大伙都没笑 各位 一笔写不出俩张来 咱们呢 都是自大长朝 封臣三峡 张二爷 张仲坚之后 哎 世代繁衍出咱们小张官 这一大村的人类 那么我这阵呢 就说是嫡出正传 大伙也都知道 可是大伙心的想的 我张丽不是不明白 皆因为我没有后 连娶了三位太太 全都没孩子 甭说男孩连个女孩都没有 我想招个养老的姑爷 继承我这家产都没有 那么你们大伙 合计呢 就是把我这绝股产分了 我们家的六处 田地 树木 粮食 福财 你们完全的全都侦查去了 不说一真一仙一草一木吧 反正你们现在是云滩公散 大我大份小小份 简直的我家的这东西 趁着我一口气再是我的 只要我一死 就全归你们了 但是呢 我又娶了一四方太太 天保佑我呀 张丽 我呢 这四太太呢 已然身怀路甲 有了身怨了 就要生养了 难被罚的 这钱呢 恐怕你们分不了 甭管男孩女孩 日后呢 我张势有后 大家伙呢 原来的这个想法呀 结成泡影 成功不了了 可是我觉得怪对不住你们老几位 老几位为我这俩家场呢 在我借比这店里边开会无数次 商量的可细致 还有会议记录 你说下这么大功夫眼 到现在就说我张丽这一句话 就不老恨算的了 也太难点了 这么办 这个家场呢 我多少分给大伙点 一个呢 别让大伙白忙 另外我这孩子生下来 别一地仇人呢 大伙瞅着我这孩子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孩子又出去跑的时候 保其河边景样上 一站奶妹一伸手 扑通一下就给顺利了 走着 瞧瞧这一脚丫子就给踹下去了 我还是闹一绝合 那么早一点晚一点呢 你们是要分我这家场 这么着 我除了给我儿子留下 够我这儿子呀 再给我孙子传的 我都分了不就完了吗 大家这个钱怎么分 我做不了主意 这么着 我请过一朋友来 这位人称侠子 简直的 那是非常的公正 他的人家说怎么分 反正我服 你们要不服 想讲理 别找我张力讲理 找这位讲理 张力怎么样 那能不服侯二爷吗 完全把这责任推给侯二爷 大伙一听好啊 张力 哪位管这事 给我们指引指引呢 就是他 张力用手一指 转平风 二爷 挂着这口刀 往大家伙 投了这么一战 十三大门 姓张力 一瞧 哎哟 行过元侯 黏过古西 一刀老头子 有认识 他累下这口刀子 这不是我们祖上 所传这口宝刀 龙头凤尾吗 怎么张力会送给真人了 要那年轻的 稍微的座位 排后点 再跌点头 缩点尖 哈点腰 侯二爷也看不见他 愁冷的来这么一嗓子 他干嘛呢 他凭什么管咱家事 不敢大声说 小声嘀咕 大家无人听得都很清楚 侯二爷也听乐 不错 就知道儿等有此疑问 张力话讲完了 该我说了 要依着我姓侯的 椰子都没有 谁想跟张力要钱 冲我这口道说话 可有一节我忙 我没工夫老在 你们小张庄待着 我也看不住你们 这样我跟张力呀 多少的商量 这么一商量 分给你们点 你们就应当知足 若是再起非分之想 有这种贪念 而等认识不认识 你们要定睛观瞧 嘎碰藏了 龙头碰尾刀 亮出来 这口刀长啊 四十多长啊 侯二爷那五尺高啊 他一手钻这刀啊 有点闹得好 就仿佛您看 日本那刀似的 他得俩手钻了 这是你们祖上所传 没想到大唐朝 封臣三侠 二爷张仲监 会传下来你们 这么一般人 你们都怎么想的呀 张力没后就分人家 绝不产 人家现在好不容易 娶了姨太太 有了孩子 怀了身孕了 你们弄一小破垫 围住人家的子孙坛 一村的人上那 连撒带拉的 损不损呢 还生出很多坏办法来 人没死就要分人家的钱 于心何忍呢 那么看着人家法司乌后应当 荡乡本土 又是本知本宗 你们谁家的孩子 有三个五个的养活不起 送着人家来 接续人家的香烟 你们孩子也想了 胡了 人家家这点家财 也能传下去了 这方为正理 怎么就安这个歹心 分人家钱 分完这钱 你们回去 买完了 吃着吃着下去 吃不下去 就不怕那东西 连酒带肉 顺泊梗子下去 得耶格 是侯杰我 看着不公 你们祖上这口 刀既带我手 我就要替你们的祖宗 教训教训你们 这帮不孝的子孙 常有人不服辙 说着话 双手抡刀 照顶这大八仙桌子 刀也快点 二爷功夫也纯点 硬目大八仙 真正紫潭香锅店 留的劲了 二百多块 就体了 张立乔直心疼呢 还不如分了的呢 您启示 您拿我这桌子玩生命 一看一大八仙 乘两半的 改俩扮桌子 这玩 就这还要过去 捡桌子事 回去赶着一封坠子板呢 大伙一瞧 好家 这老头这万力也太足了 整个一张大八仙 解这头到那头 这老头也搭着个儿矮点 把这刀抡开了 连人带刀 就一刀立闪一样 眼前一花 这大八仙桌子两半 桌子上东西 稀的哗啦 这么一摔 把大伙给吓得 哎呦 张立个 哪找这么一老头 够凶的 插这么一下 保刀还牙 看见没有 文书字句都写好了 我给你们细细产 去 把工程员找来 当然大家伙面 念 这钱财怎么分呢 四份 整个家里边 连福财贷不动产 四份 张立有四房太太 马上又生孩子 人家得养活这一大家子 你们不可能 不给人张立留着 吃饭的钱呢 哎 张立自己拿一份 可张立这一份 养活人口多了 四房太太 连老妈的带丫鬟 家里边雇的长短工 可都吃张立这份 大伙一听 不多 日后人这孩子长大了 你们得给人这孩子 留一份 不管男不管女 要生男孩 自己长过着 你们大伙还得帮着 不能让这孩子学了坏 因为张立现在就五十多了 老来得子 这孩子长不到二十 张立就许回去了 那么年纪轻轻的 没有父母的教养 外边再沾染些个恶习气 那就荣业堕落 自甘下流 就许把这份家财给卖了 那么你们都是叔叔辈的 大爷辈的 你们谁也得替张立管这孩子才对 大伙一听 那人要有孩子 说一字不给咱们怎么那 那人家占一份占一份 另外有一份 不在张立手里拿着 可是你们都姓张 都是张公中间的后人 那么这样 这一份咱们给祖宗 他这个家词改为你们整个张家一大姓的 公词 那么这一份田产 包括这些个钱 是你们整村人 以后 逢这个 张公的祭日 逢年过节 要需要祭祖 都从这份工作上里边出 这让你们的乡火才长远 最后这一份 十三大门这么一分 你们服不服 您总攥着这刀子 谁不服 大伙这么一瞧啊 也就这样吧 等于呢 张立拿出一半家产来 给大伙分 那还怎么着呀 瞪眼就说一字不给 咱们也没地方讲理 大伙这才转经为喜 各自满面堆欢 哎呦 双条大字 八了 哪找这么一名为人来 这猴子律师 啊 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小致一立 东之欲请 于公于私 于官于法 于人于情 哪一条 咱们也得同意 同志们 亲戚们 咱们姓战呢 大伙来个表决吧 插一下 全票通过 全举手 签字画牙 有认字 有不会写色的 那就是打十字 按手印呗 大伙一签 带着明张手戳子 全都摁好了 这一纸文书 一试多少份 张力也留好了 大伙也留好了 怎么跟张力算账 分这钱 免除后患 不在村里树敌 那就是后话了 就是张力心里为业福 自打老爷子 这一给分钱 那甭问了 我这个孩子 我这个孩子以后 在村子里头 大伙不至于欺负他了 哎呀 这才拉着马仕 何家大小 又给二爷磕头 十三大门的人 吃了一顿面条 全散了 侯尔霞说 我也不能老在你们家待着 这刀面给我了 没别的 我也该活动活动了 是啊 那你要有事 您帮您的吧 又给预备钱 路费 预备好多礼物 侯尔爷说不成 我拿不动 有你这口刀啊 我就够巧的了 过心的打根过 我再来看你们这一大家的 到时候你记住了 村子里谁要不服 找你的麻子 跟我猴杰说 我替你管教 我谢你 这才辞别张力 从小张庄出来 自己往前走 正所谓人风喜事精神所 心里边高兴 走得也快 小风一吹 自己越走越得意 自己要没有 夜叹小张庄 自己怎么会得这口宝刀 可就有一节 这宝刀裹腿 老打腿肚子 走快了还真嫌碍事 自己刀不能够施展平生之决意 真说往下一塌腰用冲弓走啊 这刀可就害得是 就这么走着 就这么走着吧 一高兴 又把这个速头啊给错过了 说这怎么意思 头一回就因为这个 要不他也到不了小张庄 这回又因为这个 自己乐了 你看前不拙村 后不拙店 好 我的好运气又来了 前两天因为没住着店 住的小张庄呢 结果得一口宝刀 今儿晚不定又有什么奇遇 哎呀 我要是真住的大开挖里头 有这口宝刀 我就更不怕了 带我登高一望 找到那么一小吐坡 往小吐坡上那么一跑 用手一缕这口刀 手打人棚四下张望 雾沉沉也看不清 天黑了 一看 正西北方向 一片草地 这草都足有半人多高 哎呀 也不知道啊 这片草地是多大多远 一眼望不到头啊 顺着商班往东北方向一瞧 嗯 一段矮树 后边隐隐约约的 似有这么一段红墙 哎呀 院墙既是红墙的 八成是个小庙吧 有庙就好办的 哪个是荒庙废庙 墙寺我住的开挖里头啊 就这主意 顺小山坡往东北方向一塌腰 那很快 眨眼之间来到庙外 带着一瞧黑 离的庙大概庙墙四五丈远 干干净净的是常有人石头 再往外 有些个树木也是似乎人经常的修剪 庙门前头呢 干净整齐就知道不是废庙 虽然说 庙里的香烟这会儿天黑了 看不见冒烟的 但是知道这座庙必然是有香火的 庙门头了 有旗杆叼斗 自己转过这旗杆 来到山门以下 抬头观桥 上面三个大字 卧虎观 自己顺着三层台阶上来 用手派打门环 啪啪啪啪啪啪 接问 哪位当家的在 有投诉之人 啪啪啪 就听里边有人大腿 是个小老道 不良受佛天尊 您别着急 来了 开门 西里华纳 把山门打开 没全拍 扒开这么一道份 探出一脑子来 猴尔爷接月色观桥 年纪不大 一个小老道 长得倒是干净漂亮 一看猴尔爷就一个人 空着身 虽然带着家伙 并不是十分的恐怖 往他身后的桥叫 也没马也没人 就一老头子 这才放心 把门打开 小老道出来 单手问讯 吴良佛 这位老人家 您什么事情 哎呀 小时候 哈哈哈哈 这个我呢 因为贪赶路程 错过速投 您看看 此处什么所在 我也不知道 前不着孙后不着店 路过您这位 啊 这个桂冠 那么怎么样呢 我打算借宿一小 名臣 多料香火箭 也就是了 那么您受累 把当家的请出来 您回病回病 看能不能容我 这么一个投诉之人呐 小老道一听 那都不要紧 打我这儿说 老爷子 我是乐意 可是我得问问 我们当家的 我听您这个口音 可不是我们此地人呐 本不是此地人呐 您是哪儿的人呢 贵处 山东人 哦 山东人 山东地方大了 九州十府 一百丹八县 那 您是哪一州啊 啊 我是八宝州 哪一府 酱豆腐 哪一县 棉福县呢 哎呦 老爷子还很好玩笑 啊 灰蝎得很 您得说清楚了啊 回我们当家的 那跟你们当家的说 就说老头子我 家住在山东东昌府 朝福林侯去装 我姓侯明姐 我在家行二 管我叫侯老二就行 今天七十多了 呃 常在外边跑腿 不挑好的房子 哪么乡房柴房呢 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 好吧 呃 我这山门也不关了 您呐 就在我们这山门里头呢 您先歇会儿 我跟我们老师傅说一声 好好 有劳有劳 侯爷爷一看 小老大挺善惊 说话很和气 这不能胡溜的 人没让进 不能贸然的进人庙 那一幕跟着他进门坎 到了这个山门的过岛里头 往院里一瞧 天黑了 但看得出来 小面不大 收拾得很干净 小老大撒腿往后跑 一会儿的工作回来了 吴梁佛 侯老爷子 有点事对不起您 嗯 不让住吗 那倒不是 闲荡有的事 您随便住 但是我们老师 正做完功课 我们老师呢 怕耽误了功课 不能够亲自相迎 已然命我 扫踏后代 您随我来吧 哦 这就是 二爷说了一声 投钱带怒 小老大在前面走 二爷后面跟随 购奔这个云房 来到了 偏房之内 推门进来 一瞧很干净 很洁净 这个屋子里头 有床 有桌子 有椅子 床上有褥子 被子 都是现尘的 二爷一瞧 好啊 这比睡开挖强多了 哎 又这么清静的所在 把自己的长条包裹 和刀摘下来 往桌上这么一割 您用过饭了没有 还未曾打见 您有干粮吗 有干粮 有干粮 你庙里要有咸菜 您 试试我一点 另外呢 有没有酒啊 您要酒干嘛呀 这个我走累了 哎呀 有点罚 我也不要多 有个 半斤八领的就可以 我呢 解解罚 您听这半斤八领 您别以为是现代的酒 六十五度老白 根不是 过去那个酒薄 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度 都是低度酒 哎 我解解罚 要没有也没有办法 有啊 菜还真没有好菜 咸菜有的是 那样有干粮 我也不给您拿了 那么酒呢 可就是我们 礼佛的酒 我们上宫用的酒 我跟我师父都不喝酒 这个酒虽然有的是 可是有一节 老爷子 我们这酒沉一点 沉点好酒 有味儿啊 不是那意思 我们啊 是上宫的时候 把它倒出来 倒到碗里头 然后跟那摆着 等宫一撤呢 我们还倒回坛子里头去 这这么多年呢 我们不喝 就是倒出来 倒回去 倒出来 倒回去 难免闹点 成土啊 酒浑一点 酒浑一点 我多割一会儿 等他这个 沉淀一下酒 我再喝不就行了 那就事务 好吧 您等一会儿吧 二爷 把自己的干粮拿出来 这磨着牙 这干粮 干粮干粮 他干呢 噎得哼了 老头子又走累了 吃不下去多少 一会儿喝这小老子 连酒带咸菜 全都给端来 二爷顾不上吃 先把这酒啊 倒了这么一碗 一看这酒啊 还是真浑 哎呀 搁到这儿 沉会儿吧 把酒往旁边 这么一沉 就这咸袋 要吃两口干粮 小老大站这儿 瞅着他 还有什么药用的吗 没有了 喝完酒啊 我就准备睡觉了 那好吧 我也就不打扰您了 明天早晨起来 你们师父 啊 早功课晚一点做 我先跟他有两句话 撂点香火钱 带着我上店里边去 烧着香 礼礼佛 我就要走了 那么早您起得来吗 我起得很早的 你甭管了 哎 这你不用伺候了 好吧 那您吃着喝着 一会儿 您要脸胡耳的时候呢 您再喊我 不用了 明天再说吧 那就是 小老道说着话出去 从外边把房门这么一带 侯二爷低头一瞧这酒 还真比刚才清凉多了 拿起来一扬膊 咚咚咚 三大口 这一碗酒喝多一半 剩这一点渣子 往地上这么一泼 抱这酒壶 又倒这么一碗 一瞧 还是那么浑呢 我再要想喝 还得等半天 我别等了 一扬膊 咚咚咚 二一碗又下去了 还有半辣 剥剥没吃完 伸手要抓 那剥剥就觉着眼前发昏 呦 怎么意思 两半九九岁了吗 警官的天旋地帅 用手一按桌子脚 再想站站不起来 坏了 二爷明白 终日打烟 让烟 千眼灌走 江湖没想到 中了别人的道 这酒内有埋伏 自己伸手要摸刀 这手可就不听 自己使唤了 眼前一黑 嘀封一下 这么大的二侠 让人家拿蒙汗药 给蒙过去 就看门一响 进了一个老道 这个老道低头 看了看 猴二侠 不云面带凝笑 果然是山东的猴姐 猴亭的兄弟 这才叫 天堂有路 而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 冤家路窄 竟会天甲欺骗 把你这个老小子 送到我的手中 哎呀 哗啦一下 进来四个人 这四个小老道进来 把他的兵刃包袱 顺桌子上拿开 把二爷这身子搬起来 把绳子连人带椅子 这么一捆 捆的是结结实实 从外边找来凉水 照着二爷脸上 这么一泼 把这个蒙汗药 这药劲给解过来 不是很高级的蒙汗药 二爷愣会 中了道 怎么意思呢 这就是得意而忘形 乐极而生悲 小扎巴这档子闲事 管他露脸 而且得一宗保兵着 心里边一高兴一痛快 竟想好事 没想着坏事 那酒那么浑 依然看得出来了 这里有毛病 愣快喝下去了 敢醒了 心里边这个脑 这个恨这个悔 那就甭提了 猛然间二爷一抬头 一瞧这恶老道 带着四个徒弟 把自己绑上 自己的兵刃包袱 连宝刀 全都烙在了 狂徒恶老道之手 自己抬眼皮 一看这个老道 不认识 老道 好厉害的蒙汉药 没想到猴二爷 愣会让你们 给算计了 猴二爷与你 何仇何恨 这样摆不于我 纵死你得让我明白明白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哈哈哈哈 老道乐了 嗯 侯老二 你不问也得告诉你 你们哥俩这些年够巧的了 你有什么能耐 仰仗父兄之名 就是你哥哥 一口小听风 一百零八式青龙剑法 独步武林 他就讲他不来呆了 逮谁灭谁 你们在山东朝武林 好好呆着不就完了吗 跟着一姓童的叫童林满世界 这么一转悠 你们手里多少条人命 江湖人把你们恨疯了 告诉你就是我家兄长 就死在你哥哥 猴挺老儿之手 二爷一听 我哥哥这一辈子 我哥哥这一辈子 猪尖杀宁宰得恶人多了 哪位是呀 嗯 哪个不够贼的是你哥哥呀 就是你哥哥才不够贼 这叫怎么说话呢 提起我那死去的兄长 侯尔爷一瞧别哭 谁呀 那位说这老道是谁呀 这老道就是紫面分水鳖 乔玄陵的亲兄弟 想当初侯挺镇东霞 剑赶乔玄陵 这是前文书 在此不必细数 那么他这兄弟 也是个出家的老道 人称卧虎道长 久战卧虎官 他叫乔玄青 掌中一口宝剑 也很有几下子 那么他哥哥呢 让侯挺 拿小听风把脑袋拿下去了 剑斩乔玄陵 他不敢找侯挺报仇 为什么 差的太多 我哥哥都不成 我能成吗 只能按期按逼 也没指望这辈子 能给哥哥报上仇 哪日呢 今天晚上徒弟一报 说是一山东的老头 要投诉 家住东昌府朝霍林 侯去装姓侯 长得跟大马侯一样 他也琢磨 是不是一轮明月 赵九州 仓首不圆 二峡 猴振山 他想到这儿 他就让徒弟 拿话把二爷稳住了 把蒙汉药下的酒里边 交给他这么一套言语 他要喝完了 那中了我的道 我出去瞧瞧是不是他 要是他报仇 不是他 我也犯不上在江湖上 多得罪人 乔玄清 这才让徒弟 把二侠侯杰蒙过去 现在捆成这么一问 果然是侯二爷 这才跟侯二爷说 我就是紫面 分水别 乔玄灵的兄弟 你哥哥杀我 哥哥我宰你呀 这才叫一报 还一报 你的现实报 就在眼前 哦 侯二爷一听 该着 这是怎么话说的 哎呦 我这么大的侠喝 这么大侯二爷 怎么让这卧虎道 乔玄清把我逮住 给我什么药喝呀 我瞧着那酒挺浑的 我怎么愣会往下喝 这不是鬼使神差 看着乔玄清 这副得意的样子 可怕侯二爷气坏 脾气不好啊 把双精圆翻 自己的苍梅倒树 乔玄清 哎 谁乐了 动手啊 这么大岁数 年过古西 死得你手也不算妖王 可惜 会死得你这种 下三滥之手 哎 可是有一姐姓乔的 侯二爷行走江湖一辈子 你呢 给我来个了子 痛痛快快的 咱们是一刀之命 你要是 打算折磨折磨我 或者说是 啊 侮辱侮辱我 你可别说侯二爷 我这么大岁数 为老不尊 张嘴胡骂 什么男性骂什么 我可要不客气了 哎呀 乔玄清一跳大摸子 好 好样子 侯二爷 不忘人称侠子 同学们 去 妙后子 跑坑去 我要一刀宰了你 唰啦血一下 把我这个 啊 屋子里头 我这豪宣呢 哎 给我给 沾染了 另外 有这血腥味 我怕犯案 我还真舍不得宰你 我陪你聊会儿 聊得差不多 咱们把坑跑好了 我把你老小子 活埋 我要让你收一刀之苦 太便宜你了 一刀一刀把你拉零碎了 我也没那工夫 我呀 我活埋你 日后传讲出去 我卧不过 活埋猴尔侠 就是江湖让你哥哥找我 把我置于死地 我也认了 同学们 跑坑去 猴尔一听坏了 这难受 这活埋多憋得很啊 嘿 我姓瞧的 你给我一刀 我不给 我就活埋你 那我可骂你 你随便 我不带活 我人对大的客人 就是没胸没少 没皮没脸 你骂多难听 我知道你骂你自己呢 喝吧侯爷气的 怎么落他手里的了 他还不走 陪着儿爷就聊着 四个徒弟跑坑去了 这功夫大了 乔前京急了 蹬着这个梭子 上条案到后窗户这儿 啪一下把后窗户拍了 冲妙后的喊 嘿 我说你们四个 麻烈的 怎么那么半天呢 我们刨伸着点啊 这坑刨得可大了 刨那么大干嘛呀 他才五尺来高 刨不小坑就完了 干嘛呀 埋咱们一人五个呀 四小老大一听 对呀 刨那么大坑干嘛呀 把敲搞拳头搁到坑旁边 又回来了 一个人呢 打着灯子 乔前京自己打着灯子 一个小老大 抱着二爷这刀 他也不知这是口 某兵的 抱着他这长条的包袱 另外俩小老大 连椅子过来 一搭侯二爷 侯二爷一瞧 嘿老太爷舒服啊 临死临死 还有人抬轿子 走吧 看看我这血眼 啊 你们给 跑里夺的坑 我看看 满不在乎 乔前京一瞧真横嘛 要不人家这匣子呢 心里不真装得下 把这这包袱啊 跟这刀 往坑边一扔 连这椅子 带这人 整个就扔到坑里头了 哎呀 他轻轻一瞧 行 这坑太大了 二爷连椅子往当家一躺 也不显住 四面 再躺四个人合适 我说你们四个人真够瞧的 跑这么大坑干嘛 让我这等着 夜长梦多 公伙大聊犯案怎么办呢 徒弟们 他打着这梦子 往里面推土 埋他 四个人敲狗旗下 三桥土 打着这个二爷身上生疼 侯二爷一瞧 完了 让人活埋我五万 三桥土过后 没动静 怎么不埋了 他人躺在这点侧着 人捆在椅子上 这宫伙大了 半天一点事都没有 恍惚就觉着 有一个人哪 顺坑上跳起来 在他身后 拿着一把刀 拉着这绳子 撕撕撕 撕撕撕撕撕 把绳子挑开了 二爷就觉得 松动多了 这人怕二爷看见他 又蹦着坑上去 二爷自己在这个 坑底下雇佣 那绳子已经都拉断了 三挣两挣就挣不开了 躺着个没动 怎么意思 捆半天了 得活动活动 穴们 伸上胳膊 踢着腿 在坑底 躺在这做了一套保健操 觉得差不多了 自己一翻身蹦起来 一拽头一瞧 又花 坑样上 横三竖四 躺着几个老道 纵身形 蹦上来 一看脚底下包袱 冰刃跟宝刀 把包袱拿起来 斜插柳往这一背 自己的双角 一左一右 往腰上一插 宝刀拿在手里头 低头一瞧 恶老道 卧虎道 瞧全京 枪子在这 脑袋在那边 四个小老道 全完了 脑袋全下来 真利索啊 这位 刀伤五命 卧虎冠 全军覆没 还把我救了 这人在哪呢 有象徽都往这边一瞧 他灌后的有几棵树 这人刚才在树后的站 不让他发现 一瞧都穿戴整齐了 这人乐了 以前这侯二爷真有能耐 他得救之后 他不先找恩人 他先把家伙都抄起来 这我一露面 就许给我一下 一看他回头找 这位乐嘛喝的 是书后面转出来 往这都一站 二侠一瞧 就瞧这人大身材 二身刀 紫薇薇一张大脸 浓眉大眼 披之口胜海峡暴涨 刚然 一瞧这模样 小张官见过 张鼎张中间 那神像就这模样 哎呦 二爷犯迷信了 得我这一口宝刀 不算完呢 得跟着点我 现在显胜 搭救于我 八尘是要把刀要回去 这刀本来就没挂上 双手一捧扑通一劲 跟坑边上跪下了 张二爷 我没错用您这口刀啊 我刚带着刀多半天 您就憋着给我要回去啊 哎呀 今日显胜大救于我 多谢张二爷 您还把刀拿回去得了 二爷犯鼻气了 这人一听乐 我自己最扑吃于乐 猴二侠 您拿我当谁了 您不是张公顶 自中间的张二侠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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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唐朝的人 死多少年了 我不是 丞相站起来 不是你早说 换我一头去 你的什么的干活 哎呀 我叫赛张顶 赛张顶 我江湖上有个诡号 我叫求然赛张顶 哦 我知道了 马魁啊 就是我 两个俩没见过面 我认得你啊 怎么意思 感情这位啊 自幼长得就跟这个张仲坚 那模样差不多 是见过张仲坚 那个坐相画相的 都说马魁马龙文长得像 所以马魁马龙文呢 德国艺人传授 刀法绝伦 自幼呢 就给自己起外号 就求然赛张顶 马魁马龙文 行走江湖呢 就仿着这么一口啊 龙头奉尾刀 可是刀下不留活口 人都知道赛张顶 有一口宝刀 可不知道他这口刀是假的 皆因为当年呢 张二爷在大唐朝 风尘三峡 行走江湖 这时有一匹王马 千里追风 这个马魁不惜重金 满世界突然讨论 也真不亏有心人 逃活着这么一匹好马 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何着是真人真马 假刀 陕西凤翔府的人 行侠仗义 现在上岁数了 竟急刺动 一琢磨我这口宝兵刃呢 要是真的就好了 真要碰上人家宝兵刃 我这口刀还不灵 我听说了 在山东有几位侠客 一位呢 就是镇东侠 侯廷和侯杰 这弟兄二人手中有一口小听风 一百丹八式青龙剑法 武艺绝伦 我拿着我这刀啊 上山东 找侯氏昆仲 我借人那小听风 我瞧瞧 到底真的宝兵人什么样 另外 山东渔地庄 有渔氏忽老 山东忽老 手里边有宝兵人 我呢 看完了 曹祖林的侯氏昆仲啊 我在找山东渔地庄 渔氏忽老 瞧瞧人家那的好东西 另外我听说呀 在山东济南府 有一位宋品宋大侠 人称妙手赛和馆 掌中有一口太阿宝剑 这口太阿宝剑 上古的神兵 我在找人家把这口太阿剑 借出来瞧瞧 什么叫宝兵的 也不枉我人称赛张鼎一回 想到这儿 他拉着他这匹宝马 他可就说马家庄出来了 那时候马家庄哪啊 就是张力这媳妇 马氏就是马家庄 离这小张庄还真不远 那么张力这媳妇马氏呢 跟马魁还沾点亲 都是他们马家庄 荡兴本土的实在亲戚 拎着起来呢 管马魁叫点好听子 是个叔叔 当然马魁不知小张庄的事 骑着这匹马走到这儿 想方便方便 跳下马来 这匹宝马呀 不用拴 寻常的武术 连这匹马都打不过 这匹马你要打 你偷他 过去给他草他也不吃 给他豆子他也不吃 你别动他这姜色 过去拿手一拉这马的龙头 这配头 刚一动他 上去就一提子 这马能站起来 他这匹马呀 把我们梁军受过训练 两只后蹄子 刺住了 马腰一掌 王旗一站 这匹马俩大前提子 长短职工 贺甲子 大开门小开门全有 您带口脚底这俩马 急了还摇 朋友一姐 你要武术稍微高点 这匹马两只前提一撂 一转身 他要拿后提了 你要不够侠客身份 你都靠不上钱 运提如微 瞪上就是人命 所以这匹马他也不拴 马腔上脖腾一搭 自己找有草地方吃 自己呢 打算方便方便 可就进了小树林 一抢小树林 四个老道 正头坑 马爷 配着这口假的龙头凤尾刀 也不接手了 瞧这次小老道刨坑 越刨越大越刨越大 刨一大坑 干嘛呀这上 没什么呀 刨这么大坑 大半夜的 大月灵地照得挺明白 一会儿一瞧啊 后窗五个样给拍了 瞧全听这两句话 把自己给送了 怎么意思 就买一猴杰 被这么大事 干嘛留着 买咱们几个五个呀 马爷一听 这坑还真合适 我这边上山东 访猴杰去呢 你们这边的害猴杰 这不该着让我露脸吗 我愣会把猴二侠救了 这坑堂你们 也是五个 还是真合适 就这么办吧 他把自己这口刀 我就晾出来 他还真沉得住气 术后的一迎 一会儿一瞧 老道小老道 打灯了 抬着二爷 哭通一下 扔里头 老道打灯了 掐条坑边一站 买 四小老道 啪啪啪 一人两敲土 他可就走的 乔全清身后的 用手艺拍乔全清的肩板 乔全清啊 你要知道来人 投了这四徒弟都在 后的这人能是朋友 他想不到 一有人拍着肩板 他下意识一回一投 刀过人头 这马魁手底也太狠了 他这口宝刀 刀下不留活口 他老切着脑袋 在这个 颈椎啊 净是颈椎是椎啊 他找这份儿 找得那么准 这是经验 一般人手头没顿准 扑一下脑袋就下来 四个小老道 拿着铁敲风稿 那能打得过马魁吗 眨眼之间追上前去 扑扑扑 一刀一个 全都给砍了 跳到坑底下 把绳子给挑开了 自己来到坑边上头 一琢磨二侠侯姐 咱们朝复林再见 那意思 做好事不留名 你拿着你的兵刃 你走 你上哪啊 我上山东侯子庄 等你去 见着你哥哥侯婷 见着你 我问你 你在卧虎罐碰上什么事没有 当那会儿你方指我马魁 是你救命恩人 刚这么一扭头 哟 马魁可动不了了 坑边上搁着一口龙头凤尾刀 他低头一瞧自己 这个 这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龙头凤尾刀在哪 我哪知道啊 八十跟我一样也是假的 我不能走了 我等他还醒过来 我得跟他问 至罪至罪这口刀的事 要不然那马魁这匣子 哪能说把二侠救了 跟二侠买这好 不会 看着有刀 实在卖不开目了 术后都一饮 他等着二侠侯爷 二侠侯爷起来 什么都不抢 先抢刀先挂 哎呀 把自己的兵人全都插好了 拿这狗刀一瞧张经显胜 这刀我不要了给您 马魁乐 马魁说 后二哥 我不是 我是马魁马龙文 哦 求然赛张顶 不错 就是我 贤弟你时常 哎 把二哥我搭救了 是啊 我正赶上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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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呵 该找兄弟你成名 二哥 您这么大能耐 怎么会招了贪的 这五个都没能耐 说起来惭愧 兄弟 我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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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呦 小张庄张力 这位四姨太太 是我马家庄的人 我就是姓马 论起来 还是我一远旁的侄女 当先本族啊 是啊 呵 这不是外人 那你救我算救对了 我先救的你侄女 对对对对 呵 侯二哥 我是憋着上嘲讽您访您去呢 没想到 我在这碰着您了 呦 你上山东朝古林找我干嘛 不瞒您说 我这口龙头凤尾刀是假的 啊 怎么样呢 我憋着上山东朝古林找大爷 找您哥哥镇东侯老侠 借小听风一官 我这一辈子呀 没见过宝兵人 这话都点的这份啊 兄弟 我要你官桥说的话把刀刷了 往上这么一地 把亏一条 怎么着 这口刀就是张公顶子中间 张二爷所传真正的龙头凤尾刀 没别的 我为达报兄弟你救命之恩 这口刀我愿意转赠于贤弟你 什么 您这口刀是真的 真的呀 比划比划 插冷一下 把假刀拿出来 拿我这做您这 还拿您这做我这 都可以 二侠 把刀撬 摘下来 把这口刀往上一地 那马奎眼就直了 不用试 这都是行家 还瞧出真假的吗 自己手里碗铁一块 那您受出来 我把这口刀立住了 您给他来一下 好 插冷 蹭 半辣刀头下去了 再看任二侠手里这口真刀 毫发无损哪 我用半辈子这假的 什么玩意儿啊 这刀您 一丝海下 突然 这激动啊 这能给我吗 这个 我救人一条命啊 失恩忘报 我救完人 我突然一口刀 这玩意儿说出去 贤弟 贤弟 哎呀 马奎 二哥我说句大话 身为侠客 是金钱如粪土 一口刀算什么 可是有意见 你看我这个戴这口刀 好瞧 你带着兄弟 你这个 天生这口刀 就给你预备的 小张庄这口刀 该着出事 无辜自明 今儿个二哥 我才明白 没硬在我身上 硬在兄弟 你身上 我要不带此刀 还碰不上 如此的恶运 我这家倒霉啊 就是他方的呀 我把这口刀给你了 我就算好了 那要有困难 得我来上 二哥 兄弟 我就是天生的 不信神的鬼的 你要这么说 这忙我乐一包 你瞧是不是 你别看哥俩出自见面 还小玩笑 兄弟把刀带上二哥 我瞧瞧吧 好嘞 心里真高兴 把这狗刀往自己乐下 这么阴 配往这这么阴 战二侠一球 该着就是给他 这个儿 尤其他这个大身材 上边短 下边长 腿长 标准美男子的身材 这个球燃赛张顶啊 这个马爷 年轻的时候是美男子啊 您别以为暴涨刚然不好看 漂亮啊 佩戴这一口 龙头凤美刀 往这这么阴战 令人生陷 好 侯尔侠 高挑大致 连夸树生好兄弟 帮哥哥我一忙 干什么 来人 买楼子 书界上回 接说这一段雍正天侠书 上回书 咱们说到 二侠的头节 那么得宝刀之后呢 在卧虎冠遇险 没想到卧虎冠的冠主 这个卧虎道 他叫乔玄青啊 是仇人 那么眼看着 要被人活埋 又让马奎 马龙文把他救了 为了报答 马奎的这个救命之恩 这才把自己 刚刚得到的这口宝刀 转赠于赛张岭 求然赛张岭马奎 心里是真高兴 因为这口刀确实 挂在二侠的身上 也不好瞧 他也使这口刀 稀乎他这口刀呢 是假的 那么要用一口真的 自此之后 自己才不愧人称赛张岭 有张岭的能耐 有张岭那样一匹宝马 再有张岭这口宝刀 这才叫名副其实 所以 二侠一转赠这口刀 心里边大喜 高兴 二侠说别顾高兴啊 咱们得料理后事啊 眼睁卧虎观 这一个老老道 四个小老道 都让你给宰了 纵然你我是侠子 也不能够杀人之后 扬长而去啊 好在坑是现成的 他跑一挺大的坑 为了活埋我 现在既是 五个人你都给宰了 那全搁这坑里吧 俩人 把这五个人脑袋 整整骑骑马在坑里头 五个枪子 往坑里边横竖一顺 多一个也随不下去了 少一个还先逛的 怎么那么方便的坑呢 敲稿是现成的 二位侠子 敲稿齐下 连推带铲 把坑一平 把上面浮土给拍好了 拍实了 两个人二次翻身 勾奔握不惯 万前后那外子 那一搜茶 没有旁的人了 你要是咽着 马葵那个脾气 一把火火焚 获不惯 省得再有强人 占据此处 二家侯姐一瞧 你我杀人 已然是造孽 好端端的一座庙宇 何必把它放火点了呢 我看他的庙宇整齐 无外乎就是你我二人 腾出手来 暴雨地面观人 让地面上 把他接管了也就是了 当地也有旅游局啊 也有开发局啊 找几个大学毕业生 弄几个度碟 花钱租几个出家人 这装修装修 找几个 和上一给开光 这就齐了 这就是旅游景点 蛮好 咱就不用放火把他点了 那么 兄弟你咋子奔哪去 原本我就是要勾奔山东 访您哥俩去 没想到在这碰上二哥您了 出去你们二位 我还想访一访啊 山东不老 还有山东济南府 有这么一位宋品 宋文远 我打算 去看看他那口泰国界 原先呢 我这口刀 龙头凤尾啊 是假刀 我没见过真的保兵人 我都想看看 人家太厄界 现在我有一口真刀了 我更想会会天下的群侠 瞧瞧他们手里的兵人怎么样 二侠一听 好是好 练武练一辈的 这岁数了 一身的好能耐 再有一口保兵人 岁数大了 哎 反而竟急私动 打算 云游天下 一会高人 应该 可是有一解 你不知道 现在二哥我身上有事 即使你把我救了 我这口刀还不能白给你 你先不忙着上山东 你跟着哥哥我来一趟 笨哪啊 够笨陕西 凤乡府 咱们追亲差去 皆因为我有一个望年交的好兄弟 人称镇八方子面 昆仑霞 铜林 铜海川 别看岁数不大 这是个好朋友 那么现在我家兄长 已然跟他会合了 你不是打算 找着我哥哥看这口小听风吗 打算瞅这把宝剑吗 哎 到那 得会群衔 那时你我弟兄 跟着钦差人面前 相聚在一起 也是一段美谈 武林佳话 马逵一琢磨 这倒不错 我是陕西凤乡府的人 我这姐家出来 憋着上山东找你去呢 哎 合着我又回去了 那也成 二哥走不齐 我这没事 我就跟着您走吧 那好 你我弟兄 就此西去 奔西走 这匹马 马魁把他喊过来 二哥 您的年龄大 您请 乘骑保马 侯杰说兄弟 我还不惯骑马 马又是你的 还是你骑 那不行 咱哥俩走得道 让俺瞧着不好看 哪要说兄弟骑着马 让哥哥您度脸的 您骑着乖 骑不惯 您骑着 咱也不十分的跑 哎 您也试试我这匹马的脚力 二哥说 是脚力 你骑着他跑 我跟着不也一样 是吗 他能比我跑得快 就说明他跑得不慢 马魁一听 你现在这不枪火吗 我要骑着 我这匹宝马 你不鸟 我要再跑不过你 我这马输了不要紧 连我都输了 那这么办得了 这匹马呀 不驮人到底驮人轻声 怎么也是好点 我给他一巴着 让他先跑 咱俩追 先追着为赢 后追着为输 侯杰一听 这是顾过命来的 我这刚得活命 我跟你枪着活了 施宝的撑着 有马步骑放个玩 那不愁 我就这脾气 您要不骑 我也不骑 不骑咱干嘛 追马玩 你琢磨琢磨 这也天亮 官道上跑了一匹马 俩老头还一兔子 在后边 疯了似的追着马 然而瞧着 这算哪出啊这是 那 您怎么这 不骑拉着走啊 你拉着你那马匠上 咱们俩人溜达着 哎 闲说着话 不也一样是走吗 马奎乐 可不是吗 那既是那样 那咱走吧 哎走吧 拉着这匹马 哥俩谁也不愿意骑 聊着吧 可是 二侠侯杰偷眼观瞧一看 大聊 该找我没有使宝刀的命 该找 这口宝兵人 得欲其主 你瞧这口刀 跨着我的肋下 要多辩扭 有多辩扭 要多爱事 有多爱事 也不好瞧 您瞧跨着人家的泪下 人家马奎得配此刀 真得说精神漂亮 好看 个儿也大 刀也长 往身上一跨 正合适 那口假刀可没扔 哎 就在马银桥上挂着 嗯 哥俩闲聊着 往前走 天呢 可是 蒙蒙要亮 四亮不亮 这会儿 哥俩一瞧 头都唰拉一下 一道白蟹 送哥俩眼 头都过去了 马奎马龙闻 眼还挺尖 哟 二哥 您瞧见没有 瞧见什么 有一道波蟹 奔着前面给下去了 哦 我倒是瞧见了 那么一贤弟你之间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江湖之人 身法可够快 虽然离了远 咱瞧不清楚 据兄弟 我想 这个时间 天还为亮 道路之上 行人稀少 此人 既是江湖 陆林之辈 非奸即道 你我既称狭义 倒得追上前去 查看明国 咱们得瞧瞧 二侠一听 真好管闲事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他又不是这种 激空好意 好打不平 爱管闲事的脾气 岂不是我就死了吗 我网送一条性命 看起这样后管闲事的人呐 多一点好 你要走到马路上 打包不平 我最赞成 您看见有事 您别在旁边瞧着 拿手机 瞧明白了 打更清楚了 一发微信 你说这个行为 我不太赞成 你要么别瞧 不贪事 也有这样的 爱什么什么 那儿 打得跟热窑似的 与我没有多的关系 我走我的 我办我的事 不贪热门 这也成 但有一路人好事 哪有点什么事 能从主路上把车开出去 停到俯路跑回去 得瞧清楚了 瞧清楚你倒管呢 他不管 在旁边 跟着说点闲话 也一大关 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么像马葵这样的人 甭说身为侠客 就是一般的小事 让人家知道 人家管不着的事情 烧带时候也都给管了 这一辈子就都脾气 两个人在翻身上马 都不愿意 往前一塌腰 追着这道白线 俩人可就撵下来了 这匹马呢 一条主人跑 自然的在后面就跟着 真得说是四骑 腾空 宗伟乱诈 跑的可是真不慢 两个人一匹马 跑成一条线 跑得最愁了的 是二侠侯杰 二侠侯杰 跑着不由得扭向 回头关桥一看 罢了 马葵人称侠客 不单单是仗着这批脚力 不单单是仗着这口宝刀 真有功夫 脚力真快 错非我侯杰 一般人早就让他给抄过去了 刚才让我骑马的气我 这回我让你看看 我的功夫 打你救我 你就小瞧着我呢 山东侯氏弟兄 什么时候输过人呢 我一时大意 我卧虎观欲险 真实的文灵 你马葵也不见得 比我侯杰怎么样 这老头都好较劲 他为什么好较劲呢 能耐催的 这人能耐多大 脾气多大 我跟您说 就怕没能耐 还有脾气 那算贩 有能耐有脾气 人我见太多了 那我们这行说 老先生全有脾气 他可真有能耐 您这不由得 你不服的 那有没有 没能耐还有脾气的呢 也大有人在 我们呢 说行话 打本高顾 进门叫您一事 大爷就在这 远要躲着您 您还说 您说什么 给您耳朵也就是 犯不上招 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 当然要是有能耐 还没脾气 那可了不得了 那是梅兰芳大师 得够大师级别的 真有能耐 从来没脾气 见着谁都漫条四里 说话和声细语的 你就是招着他 他也不犯脾气 哈哈一笑 他不是说那话 老是出来咄咄逼人的 也不是 有的人没多大能耐 他脾气挺大 他倒不是说 他这人多坏 他就是赞 他给您蓄水 他非多说两个事 你瞧这脏筋上来的 你瞧我呀 好 宁 宁桑主 这个猴二侠脾气大 马葵脾气更大 俩老头是在上跑了 还得瞅着投着这条白线 这条白线还真快 追着半天没追上 投了一段林子 唰啦一下白线没了 俩人追丢了 那就甭跑了 树林以外 炸杀被绑定睛观桥 一看树林的里边 瞧清楚了 什么 天快亮了 借着这个红日喷勃 一缕早晨的阳光 看得清楚 里边黄娇娇一段 是四墙 一个寺庙 哎呀 兄弟 二哥 怎么着 你还追在这儿了 庙里边随喜随喜吧 嘿 这道不错 刚出了老道观 咱又进和尚庙 庙里的条件 好歹咸鱼 尽庙自知 咱说了 他这匹马也不用拴着 就四外的 树林里边 散仰氏 自己吃草气歇着 哥俩来着山门那儿 抬头一条 三个大字 金光寺 庙门整齐 一定里边是有人住持 那么绕着院墙 不走山门 走院墙 两个人打这儿 说就不说话了 完全是首语诗 翻身进了院墙之后 一个往前 一个往后 凝身上罚 最后到了大殿的殿坡上 一个前坡 一个后坡 两个人 会上河了 为什么 这个底下的屋子里都有人 两个人用脚 勾住了一样马 探身行 往这屋里边 他们一瞧 不由得感叹 怎么 窝的里头啊 一共是三个人 两个和尚 一个老头 其中这一个和尚 岁数太大了 也看不出多的岁数了 满头泄顶了 就是在殡脚这儿 微微的崩白 还有一点毛发 身上呢 半旧的灰布僧衣 坐在一个舞台上 拿着手啊 支着腮帮着 干嘛呢 跟那老头俩正下棋 这一张棋桌上 割离棋盘 两个人呢 手边都有棋子罐 俩人正下棋 还一和尚 岁数小 也就十几岁 一个小和尚 大概这二位是下了一宿了 这小和尚 伺候这棋局 端茶地水啊 他困呐 所以他站在旁边 也没关棋 正冲嘴 二侠一瞧 这个主太休闲了 哎 在这人际喊道的地方 这位高僧 跟一老者 两个人 啊 连妹对弈 这么一手谈 瞅这意思呢 这是下了一宿了 天色都已经要亮了 两个人还未见收视 你看这个老僧 明明入定的相仿 拿手织着自己塞帮子 看这齐帆真动脑筋 哪像我等 外边人称匣子 每天里边奔忙劳碌 也不知道瞎忙什么 这是哪里说起啊 想过年代苍苍 年过七旬之人 险些丧命 所谓的呢 不过也就是明立二字 因为人称匣子 我得干点匣子 我该干的事 这是图什么许 也愿意学人家 自己又办不到 不由得一时亡神 就看这个老和尚 手里边拿着那漆子 处着腮帮子 瞧这漆盘 瞧半天 出吃些乐 我必托活 我这不是庸人自扰吗 明知下不过您 还非要跟您下 这旧路活了 你看看 这块也死了 这块也死了 这块纵然不死啊 也没有多的意思 回天无力了 罢了 老那我 认输了 头子认父 把手里这 往旗罐里一拽 这手一推旗盘 弥陀佛 我吓不过您 不吓 那么他对俩这老头呢 一瞧就认输了 也是玩耳一笑 高丧 您老人家 会得太多了 能力太大了 此事 小数 这上的您稍微差点 当不了什么 那不像 这天也亮了 咱们歇会儿吧 老和尚冲这老头一乐 歇着都歇不了 事太多了 庙里又多忙啊 来了好几个朋友 人家观旗 观了半天了 还得老那我 把他们请进来呀 啊 阿弥陀佛 说的话 老和尚王旗 长身形 本来低眉垂目 这会儿眼皮一抬 二毛子精光四射 真有精神 说的事 好老二 马龙文 宋品 宋文又安 你们三位还不尽来 是更 胆 合十 就这一说 吓坏了 防天之上 偷窥老僧的 侯二侠 侯二侠 瞅着这老和尚 心里的一惊了 功夫大了 眼神太足了 再一瞅着岁数 一听着张嘴管自己 叫侯老二 罢了 这又是父兄之辈 这跟我老师 侯师弟兄呢 英明 都是 西域大侠 马斯巴的徒弟 可实际 二侠侯杰呢 没跟马斯巴 练不一天 他是他哥哥 侯廷代诗传译 英明是 马斯巴的徒弟 实际不是 那么非得是 上一辈的 老一番的 见客爷们 才敢张嘴 叫侯老二 侯二侠就 真是高人 马奎跟我一块来的 这个宋品 宋文玉安 何时到此处 我跟马奎 竟然茫然不知 看起来老僧是高人 不知道宋品 宋文玉安 藏身于何处 刚想到这儿 就看莲龙起处 从屋外边进了一人 年迈苍苍一老者 长得是风采可爱 准头方正 纯斯丹霞 一张方正大脸 海下满不阴然漂白 老头真漂亮 身上穿着阔绝 尤其乐下 配定了 一口太阿宝剑 碾然常笑 哎呀高僧啊 我宋品 自山东济南府而来 这数十余载 行走江湖 得与高人不数 难得见高僧 这般人物 道教宋品 我是十分的羡慕 十方才在屋外 已然偷窥 多师甚为不公 还望高僧 原谅我鲁莽 乍无赐之处 宋品宋文元 脉步先进来 人家说宋品宋文元 怎么个意思 打哪来 这个还得说一句 这段书可不错啊 因为您别看 金凤山那儿 已经都把边亮过来了 咱们搁下它 这二侠侯结这儿起 要勾出这么几位侠客来 那边说 为什么要这么写 就因为会宾的能力太大 不把群侠 挨着个儿的马到了 金凤山玉黄顶这儿 日后党僧良也没法酒醉 正凶僧 您咋咋咋 会宾的能力要去个三位两位的 就把他给镇压了 就给解决了 那这书就没意思 那会宾能力太大了 所以怎么办 得把群侠 一个一个往那送 送可是送 一般的侠客 可就没有资格去了 都得够钢锋的 要没有一口宝兵认的 也不敢往会宾 奔前站 就你站在那儿 到了会宾手里头 也是白给 那么送品 作文员呢 江湖上人称 妙手塞和环 家住在山东 激南府 是位老侠 手里边有这么一把 太阿宝剑 那么剑法绝伦 行走江湖之上 行侠仗义 这个人 为人很正 那么就是一条 他这口太阿宝剑 是假的 不是真的太阿宝剑 自己岁数大了 江湖上也懒得走动了 时常的琢磨 我这一辈子 行走江湖之上 人都知道 我有太阿剑 可真正的太阿宝剑 什么样呢 不知道 自己呢 甭说用 无福得剑 无缘得慧 这辈子连真宝剑 什么样都没剑 网称狭一二字 这辈子就叫白虎 怎么办呢 我瞧不了太阿剑 我还不瞧瞧别的宝兵 山东境内 我有一好朋友 人称啊 侯廷侯镇远 镇东霞的便是 那么镇东霞 这口小听风我见过 确实是口宝兵 那么山东不老 我们彼此文明 他们手里也有宝兵人 我也见过 唯独天下其他的宝兵人 我未曾得见 我听说呀 有一个赛张顶 马魁 手里边有一口啊 想当初风尘三峡 张弓顶自中间留下来的一口 龙头凤为宝刀 我闲得也是没事 我不如啊 我找这位老侠去 一个我结交结交好朋友 另外我瞅瞅的手里这口刀 想个大 把家里有一个侄子喊来 这侄子呢 叫金金莫林猴 宋宝 说你跟着大爷我呀 出趟远门 这两天你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全料理好了 预备好行当包裹 带上随身的家伙 预备足了盘枕钱 咱们爷俩上外边云游去 走到哪儿 瞧瞧点什么心事呢 咱们也长长阅历 宋宝一瞧 好啊 大爷您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 我岁数还小 等我也长大了 也练了血历的功夫了 您又上岁数懒得动了 怎么这七十多岁 又想起带着我出去玩去呢 你看看 跟家待着也待着呀 咱们俩闲着没事 是不是呀 外边转转了 好吧 金金莫林猴小松宝呢 把家里头的事物全都安裁好了 跟着大爷送品 可就上路 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正事 也就是 鸡餐可饮小行夜宿 连着游逛山水呗 倒是 出门比在家的好 那么到了外头呢 抽象什么事都是新鲜新鲜的 爷儿俩是有说有笑 正往前行 头里有个大阵地 送品可就说了 不饱啊 得了 咱们也走得多半天了 咱爷俩住店吧 那么 宋宝一瞧 太阳还挺高的呢 怎么了爷们 今天 这天这么好 正是赶路的时节呀 那么 您这么早住店 吃饱了倒头就睡 那咱爷俩 干嘛去 多闷得哼呢 趁着天亮 咱再赶一程 再瞅进村子 有镇天了 咱再住 宋品一听 也罢 就听你的 爷俩 他们敢路程 敢太阳 歇坠 天都黑了 也没找着店 宋品急了 宝威 你想 大爷我说住店 你非说不住 错过那村 可没那店 错过那饺子 可没那馅 再往前走 这不定多远 宋宝委屈 您想您这个 错过速度赖我吗 那不赖你 倒赖我呀 不你出的主意 不让打店呢 主意是我出的 可有意见 我没出过门 我打小就在山东济南府 我不知道外边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呀 您老人家年轻 都不是号称 咱七百六十三省吗 哪都去吗 那么这条道 怎么您不会 忘记了 您不知道 哪有店 哪没店 您要告诉我 走出这么老远 没店 我不就听您的 叫咋见了 爷的宋品 跟搂搂的 看你这这孩子 没理他能搅出理来 明明他胡出主意吗 倒怨我了 啊 我是有经验的 说的可以也有道理 那怎么办呢 眼睁咱俩 现在就这么恶着呀 也没这吃饭去 这个行当里边 到底有点干凉 奈何一节 上哪吃去 就露宿街头 马路边的壁吃 遍野荒郊子 就这么胡乱一睡 这也不像样子呀 人俩有钱呢 宋宝一听 行呢 您也甭埋怨我 您能慢慢溜达 我施展轻功 我往下跑 我看哪有店 我跑回来接您来 您看这怎么样 那你年轻里有劲 你愿意跑 你跑吧 宋宝往前 这么一跑 嘿 怎么那么有造化 刚拐过这个小路来 顺着大道走 岔道一拐弯 就瞧见了 投了黑压压 一片房子 是个小村子 哪眼一瞧啊 左右这么百事户 人家 行了 纵然没有店 上谁家去借宿一宿 临走给撂撒钱 也是行的 撒腿往飞跑 宋宝一瞧的有气 我就知道 你又哄我玩 年纪轻轻的 犀利 老饭懒 你多跑出去一会儿 没有店你回来 也显得你殷勤不适 你说你跑这么一会儿 都跑回来了 到最后 给我一扎个手 还是什么没有 咱俩还得开挖去 哎呦爷们 您这脏心滥费 到了一定地步 您怎么知道 我没瞧见就跑回来了 叫你的秘书 头里有电了 电是没有 没立电线干的 哪来着电呢 那么你怎么跑回来了 头里有村了 讨厌 有村不咱赶紧跟我说 加急的走两步 天都黑了 大爷我饿了 瞅您就不上 走吧 你俩还平着 可就进了村 到村里一起 要喝 好民风 怎么 全睡了 哎呦 大家是天黑了 都一夜了 什么中间人还不睡 这砸谁家门也是招骂呀 往前走吧 眼看快出村口了 哎 这 宋宝不走了 怎么 宋宝一瞧 瞧路边啊 东西俩大院 房子盖着 格外的齐整 比一般村子里那土房啊 强的多 殷实人家 要 打算借宿 就这家庭 要吃要喝都要不出来 他也不跟宋品说 自己往前跑一瞧啊 真得说是新化怒放 怎么 靠东北俩这院 三街台街 广亮大门 上边 气得风的灯咯 哎呦 门灯亮着呢 这门呢 虽然说已经叉了 但是门里边 透出来灯光 一夕还有人生 本家还没睡呢 走两步到西边这院一瞧啊 太好了 大门紧闭 黑着灯不说 一挂铁链那一把大锁 解外边锁了 这院没人 撒腿往腿跑 爷们 有躁吼 哦 有什么躁吼啊 俩大院子 东北院子 西北院子 东北这院子有人 西北这院子没人 咱都不用借宿了 咱也不拧他的锁 就凭咱们俩的轻功 翻身 购奔西院 哪间屋宽敞 哪间屋干净凉快 咱睡哪间屋 他没人呢 这院子里头 饿之后 我呢 翻身上东院 直接奔的厨房 什么叫酒 哪叫肉 好吃好喝的 我往这院子 咱们一 勤坤的大挪衣 咱们俩 今儿晚上算有着了 明天咱们一走啊 是情不达 意不知 这就算 人不知 鬼不觉 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你还讲你自己怪不错的 我在外面人称侠客 你是侠客的侄子 怎么能想出这招来呢 没经过人 本家允许 不管有人没人 擅闯民宅 非奸计盗 你这夜子去 这就归为小偷 人本家发现你 这就是明火一样 甭废话 上东院里的叫门去 多废事 还得陪笑脸 说人情话 开门来门来门来门 开门 院连老大不乐意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叫门 谁呀 过路的 过路的没事 你敲我们家门干嘛 你看看 我们这儿 有活动 什么活动 宋财爷 宋财爷 过年才送呢 这什么结令 宋财爷 还不明白 把门开开 给我们让奖进去 你们家有干净的咸肠 同住两间来 赶紧把风的火带捅着了 好吃好喝 也招待我们 我们有的是钱 您走多给你们点钱 你们来个外款 捞一笔 小财 这不是给你们送财人爷来了吗 里面这人接着门 站在门道里就骂上街了 你脚的你还是怪不错的呢 你给谁送财人爷来了 你趁多少钱呢 哥们把门打开 瞧瞧哪来的财主 真敢说 上我们家送财人爷来了 宋贫在后边听着 哎呀 这金金莫连红宋宝 不会说人话呀 爷们爷们 你往后这 往后这 宋贫上前一步 人把门也打开了 一开门 本宅的家园 往外一瞧 是一年迈老者 自带危言 那宋贫是侠客 跨着那口 假的太恶贱 往门口 在民间站 风姿可爱 漂亮 本来那个恶言 都到唇边张嘴 要骂大街 这个都没骂出来 爱我老 老先生 刚才是林大方 刚才不是 刚才是我家里一个 晚辈 他呀 喝酒了 喝多了 喝多了酒 他热 半道要吃点粮药 粮药吃多了 脑子不太灵光 忽言乱语的 哎 我跟您商量点事 您什么事 已然二惊多天 到此 就是打脚 很过意不去 可是有一点 嗯 我们实在是错过速头了 就是我们爷儿两个 没有别人 您把本宅的主人 请讲出来 替我们多多美言几句 看看能不能 找一处闲房 容我们 住上一许 那没别的 明天早晨之后 我们临行之时 一定呢 嗯 要给几个钱 我们不白住 您看 能不能行得方便呢 开门的家园一听 你这老大爷说话 多和谐呀 冲您这职子 这事就吹了 冲您这不当什么的 那么您是哪个人 您姓什么教授呗 我们是山东 哎呀 咋是济南府的 山东济南府 哦 那么您贵姓啊 免贵我姓宋 我叫宋贫 贺太巧了 您真会找地儿 本宅的主人也姓宋 哦 还是 当祖本姓 五百年前总是一家呀 您说的太对了 不但我们家主人姓宋 就拿小子我说我也姓宋 我们这地方啊 就叫宋家庄 哦 宋宝一听 那好办了 早知宋家庄 坐的地铁就回去了 我们这儿呀 大的小小啊 这么七个十户人家呀 大半都姓宋 外姓人还少 您姓宋那算行了 那没别的 您再受点委屈 门外的站一会儿 我跟我们家主人说一声 您 多尽美言道 这个姓宋的家人 撒腿往里跑 本家的主人姓宋 明成 是位原位 淡地的守护 家里边有的是钱 要不说往这儿送财人 爷爷 人就不信呢 你临走能给人多少钱 人不在乎 宋成一瞧 自己的家人送福 从外边跑进来 你干什么 我听有人叫门 什么人呀 黑警万一 跟您说 是山东济南府的爷儿呀 就爷儿两个 瞅这老头给我七十来岁 岁是吧 真不小了 人家错过速度 打算在咱们家借宿借宿 宋成 您别看 是个原位 家里有钱 但是为人忠厚 是个老实人 宋成一听 那么服啊 这两个人 要在咱们家借宿 叫你说是住的 是住过的 您瞎 您拿主意啊 有什么住过的呢 不就是 爷儿两个 找间屋子一睡吗 闲房有的是 人家要吃饭 咱们这也是现成 喝酒也是现成 另外人家说住白住 钱不钱都无所谓 他明天早晨要给钱 你就唠着 就算你的酒去 我谢缘 爷爷您赏 那么既是 你要说能住 你就给让进来 好吧 送福撒腿往外跑 跑到外头 老爷子 连您这侄子 一块来吧 好 随我来 宋品点手 一换宋宝 爷儿两个跟着 可就进来 到了宋成 家里一瞧 倒是个殷实人家 宋成往外迎 啊 这位老先生 我就是本宅的主人 名唤宋成 哎呀 造死造死 多有打紧 谈不上谈不上 那么您请屋里边 说话 好吧 宋成 把这爷儿俩要进来 宋品一瞧 本宅的主人 原为宋成 面带忠厚 并不是 奸邪之辈 那么天色这么晚了 我呢 呃 按说 住的您这儿 已然是给您添乱 添了很多麻烦 但是还有一个 不情之情 老先生您说 能不能给我们 做点吃点 我们带着有甘粮 总要热一热吧 您甭管了 您的甘粮您留着吃 吃饭在我们这儿 不叫事 哎 福啊 原为 去 跟厨师傅说 把火给捅开 嗯 做几个菜 打点酒 您二位 这这中点了 咱们省点事 给下点热汤面 然后 烙四五张饼 够了吧 哦 多的饼啊 哈哈 就是二斤一张嘛 哈哈 哦 我有半张就够了 不过我这个值得 食量甚大 您给烙三张吧 啊 哈哈 他一人二斤的饼 能吃二张半呢 吃不了不成 我们带着 好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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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员外陪着 宋品爷儿 两个说着话 宋福呢 上厨房 通知厨子 去炒菜 打酒 给烙饼 哎 下面 来了一个人 这人 也是宋成家的下人 是宋福的亲兄弟 叫宋路 这宋路啊 跟他哥哥大不相同 一凉生酒 种种各不同 宋福为人呢 就算老成 稳重 本分厚道 这宋路可就不成了 这人呢 小心眼不说 还好贪个小便宜 算着算着这个 算着算着那个 宋家庄的人呢 都不愿意招摇他 人头很刺 一看夜里边 有人叫门 他哥哥让你俩人来 让他上房屋 原来陪着说话 他犯赃心 宋路这么一和解 我哥哥宋福 竟扒着好差事 你瞧让见这老爷子 这爷儿俩 身上穿着 头上戴着脚底 刺的 大包裹里头 鼓鼓囊囊 人身上是零锣抽段 有钱的主 他就扒着 大夜的他也不睡觉 窜着的原味 也把人让进来 无力不起早啊 他这里头有卤 有什么卤啊 假借原味爷的命令 一会儿到厨房 跟厨子要这要那 人家爷俩能吃多少 烙两张饼 下锅面条的事 他到后代部去 又是酒又是菜 这种点的不见 他吃得下去 端回屋 明天他来个改善生活 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 把这二位送走了 这二位是大方人 能白了我哥哥福吗 一定多给赏去 原味爷那人厚的 不跟他争这俩钱 就赏给他了 哎 他得意洋浪 来比小财不说 原味爷跟家还买俩 好事儿都是他 他跟他清歌还动辄脏心 不成 这便宜不能都让他一人战 我得呵咯呵咯 怎么呵咯 他进来了 来钱了 来钱了 原味一条路啊 你干什么 那什么 原味爷 袁月一条 什么意思 往外掉了 您坐着 那送品是干嘛的 老江湖 一瞧进了这贼美鼠眼 张头鼠目不像好人 往外掉了原味爷 不知什么事 人家家的事 我不能问 您请便 宋诚客气客气 跟这宋路出来 走着当院 干什么 一直拉着香黄闷 把香黄闷打来 弄得原味挺紧张 把原味爷让进来 站在门坎那 往上方屋瞅瞅 把门带上 带上可是带上 不关炎了 留一道小缝 为了方便那屋的动静 原味站在身后的大女 干什么你 你不说跟着你哥哥忙活忙活 我这来客人了 给端端菜 端什么菜 端什么酒啊 哎呦 原来爷 你怎么没瞧出来啊 什么呀 这俩人 都有家伙 我看看 有宝剑 宝剑跟宝剑不一样 您看他那宝剑 尺寸家长 自己 家里边练武 准备防身 买那么大宝剑干什么呀 这大宝剑 这玩大宝剑都不是好人 要你说呢 我说呀 这是杀人越户的强盗 这不定身上背着独特案 跑到这儿 您这如流罪犯 哎呦 我瞧了可不善啊 原来一听 还真害怕 为什么 宋诚是老实人的 宋诚一听 那怎么办呢 咱不让他住了 轰出去 好 请神容易送神的 您刚才要不让进 也就不让进了 让进了 您说什么 我还轰人家 绝对轰不出去 脑一脑 弄一路 人家卡通给那宝剑亮出来 血洗咱们的满门 原来宋诚吓得是哆嗦 哎呦六位 你 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干什么 倒露灰倒我哥哥身上 他斗的什么呀 不长眼的东西 竟给您惹这祸 是是是 那听你呢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呀 我给他让他西院去 西院住不得人呢 对呀 打西院盖的一半 就开始闹 闹了这么些年了 也没人敢上西院去 给他们俩送去 就说东院里边 房屋宅小 住不下 西院宽敞 让到西院 晚上一闹妖精 把这爷儿俩一吃 就完了 他吃的这爷儿俩 咱们就消停好长时间 那吃不了这爷儿俩呢 你想啊 神鬼怕恶人呢 这俩恶人要把这妖精给治了 咱这西院不就能住人了 明天他一走 咱们落一所好房子 这好主意 我哥哥他想不出来 也就是我真心向着您 罢了 路啊 向来原来我还错看你了 我老脚着你不遇你哥哥 现在我一瞧啊 简直你比他强多了 行 夏月公圈我给你掌 您想您这话 我为贪图您这公圈 我是吃胆忠心的 我是一心向主啊 我为贪图您这公圈 我为翻 这么大件 我火同匪人一块 嗨您多好 那怎么给请到西院了去 您全瞧我的 您先回去 宋诚打这儿先入为主 再回到上房屋 瞅着宋品这爷儿俩呀 可瞅着就不像好人了 也不敢抬眼皮了 说话跟刚才不一样 结结巴巴 围着一落落 老爷子宋品 坐这儿一瞧 怎么回去 再过来这趟 便一人 这位原来怎么了 原位爷 老爷子 要不方便 我们就不吃什么 不吃 韭菜都给您做得了 实在是我 心里话 这松豆你倒进来 我没词呀 正为难松豆进来 好 原位爷 这位老爷子 刚才 夫人让我跟您传个话 夫人说什么 夫人说咱们这院俩 又有女家 又有 这几位 姑奶奶 有外人不得方便 您可别过意 我们这个东院了 人口多 房子少 这样您看行不行 这位老先生 我们西院了没人 房屋十分的宽敞 而且干净整洁 把您让他西院了 天也黑了 我面里睡觉 韭菜 我都给您班勒纳院去 直接您吃完了 喝完了一睡 您看行不行啊 松品一条 我哪都行啊 不麻烦呢 太不麻烦了 您叫我了 您跟着我走 打着灯 引着这人俩 够奔西院 赶紧东西院 不用走外面 中间有个月亮门 也锁着呢 这小子 把钥匙找到 把中间的锁打开 吸了哗啦 链子撤下来 把月亮门打开了 往里增 一脉步 一阵阴风阵阵 吹着他头皮发麻 松叔用手 一五四肌脑门 哼 你们别忙 宋平一条 怎么意思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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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里害怕 到这院子 送品一条 大院子 房子也整齐 怎么会没人住呢 我们住哪屋 您乐意住哪屋住哪屋 那咱们不要 舍近求远了 就这屋吧 屋门也没锁 把房门打开 把屋里灯圈点亮 屋里的陈设 都是齐备的 也是两个放下冰刃包袱 往屋子里这么一坐 用手在桌子上这么一摸 挺厚的尘土 这院了没人住 多长时间没人来呢 宋宝一瞧 你说这费事不费事 归旗还上这院来的 你要听我的跳墙进来 这我都睡了 给人家闹起来 最后还跪着这院 大爷您说这麻烦不麻烦 您等会儿啊 我给您炖酒炖菜去 就他这一番做派 宋贫有经验 就知道他这西院 恐怕不太干净 察言观色 就知道这小子 没安好心 挺好的冬院 不让让到我们西院住 八成这院子里头 要闹点滚 宝啊 吃完了喝完了 咱们今儿俩还得有个分派 大爷您说 你先睡 我用用工 我用完工之后 我把你喊醒了 我撂锅的忍一会儿 你还得值值班 多麻烦 怎么还值班呢 不成 他这院子里头有毛病 您打哪儿瞧出来的 打哪儿瞧出来的 领咱们来这小子 就不像好人 贼眉鼠眼张头鼠目 我看就是他闹的滚 那你还值值班呢 等他再来 我亮出冰阵 血洗他的满门 你睡你的吧 不用你值班了 哎呀 头一当跟我出去闯江湖 怎么竟憋着载人呢 正说着 宋夫宋路哥俩全来了 连酒带菜往这喂哥 我们就不陪您呢 因为天也黑了 我们也忙了一天了 二位尊官请自便 明晨 咱们一块再算账 钱您就甭管了 我们原位也已经嘱咐到了 那么 二位可睡好啊 啊啊啊啊啊啊 不劳您操心 宋平把他们俩送出去 把这院门带上 他可站这没动 就听见 这宋路在那边 轻轻的哈腰把那铁链 就给低了起来 站在门这往里听 宋平是练武之人 一听这小子没走 这才放纵的脚步 往回屋溜达 敢溜达到屋这儿 高声喊贺 宝啊 咱们也俩吃饭吧 说完这句话往下一塌腰 眼地里又抖一下 脚尖点地 老头又窜回来 就在院门里头 往这儿这么一闹 声息皆无 瞻耳头一听 这个宋路哪弄得过老爷子 他听着走了 喝上了 我可以锁门了 吸了滑了 嘎嘣 他从外边 把院门就锁上了 一听他出气 宋平说话了 锁闫老 好 不快快 请快请 老爷们您 你不说我还想喊你呢 就我们爷俩这么大院子 可怪甚得哼的 哈哈哈哈 我 休息 去量 宋路这才知道 让进来的侍卫高人 再说把锁打开 可也就讲不了 说不起 有什么能耐呀 你跟妖精使去抱 搁起宋路回去不提 但说宋品宋文娃 来到屋子里头 一看桌子上都摆着现成的韭菜 宝啊 给大爷我倒酒 咱们树枝 吃吧 喝吧 好啊 大爷 吃完了 您老爷家盯着 你自趣歇息 三杯酒 下咽喉 宋宝也累了 是倒头就睡 老头一看他睡着了 自己把太恶剑 可是假的 顺手放在自己的手边去 也没有吸刀 就这椅子一盘腿 真得说五心朝天 闭目眼神 眼光鼻鼻 对口口问心 舌尖顶住上牙膛 叫起来一粒混元气 威然怒定老头这么一用功 就听着外边风声剑起 哈哈哈哈 伸手摸自己的太恶剑 这手一丝海下的阴燃 来了 我宋品要是怕你也不敢在此居住 这才引出来 三峡星会金光 则要月下 会神僧 好 出界上回 接受着一段雍正见辖读 上回书说到 这个金光寺 玉高僧 那么 在这金光寺里头 二侠侯杰 跟赛张顶马魁 哥儿两个看着一个老和尚 跟一个老者下棋 那么老和尚 这一说 侯老二 马魁 宋品 你们仨进来吧 那么侯二爷 跟张顶仨吃一惊 宋品很大方 先进屋 拜见高僧 打这起 引出来 宋品 勿走 宋家庄 这是个 倒笔书 那么 宋品 宋文元 人称 妙手 赛和缓 带着他这个侄子 金经过林猴 宋宝 也是两个 本来就是要 云游天下去 仿张顶 那么狗子 宋家庄那儿 宋福 宋路 这两个家人 亲哥俩 秉姓不一样 宋路给出的坏主意 就把宋品 宋文元 书之二人 让到宋家庄 原来宋成家的西化院 到晚上 这院子里空荡荡 竟无一人 也是两个喝完了酒 吃完了饭 那么这宋榜的年轻 走着一天累了 倒头就睡 憨声如雷 一会儿这呼噜起来了 那么老爷子宋品呢 叫着自己 做的这张武刀 武心朝天 闭目养神 眼观别别对口 口问心 舌尖顶住上牙塔 叫起一粒混元气 行走全山 就听见外边起了风 这风刮的那个沙子 往窗户纸上打 咤咤咤咤 飞沙走实 这院子里扑腾扑腾响 闹上了 哦 宋品明白了 我官宋家 这个管家 就这个下人 跟我说话之时 闪烁其词 放着东华院不让我别人俩睡 给让他这院就剩我别人两个 从外边把门一锁 这是有心相害我书这二人 老头儿品出来了 怎么这院啊 不是神就是鬼 肯定的闹点腰 这个心眼太歹毒了 这个远怕水近怕鬼啊 走道就怕连疮腿啊 脑袋怕出窗脖子怕气垒啊 穷怕亲亲父怕贼 你说这个 外乡人到这儿 不了解你们家的情况 你怎么能够把闹鬼的屋子让我们住呢 心里的老大的不乐意不痛快 一睁眼 这个宝剑 就在自己手边搁着 太鹿剑 太鹿剑 太鹿剑可是太鹿剑 他这把太鹿剑不是真品 是厌品 厌品是厌品 也属于高仿 宋品宋文元 屏障的这把 假假太鹿 这也几十年行走江湖 斩恶出奸 也可以 但就是不真 你外行当然瞧不出来呀 大家伙外部都嚷嚷动了 太鹿剑在宋品手里头 宋品也阴以为豪 但是不入高人的眼 真正有高人 跟宋品一身手 您把您这把宝剑 拿不着我瞧瞧 宋品心里就打鼓 把这拿不来 人拿不着你瞧 皮脚也很老 河江也出来了 不错不错 您鉴定我得怎么样 好 您不说了 你再追问 最多老俩子 不老 你看这古玩行 就是这个 他不说假的 他说不老 那反正这话 您自己琢磨去就完了 他没说心的 那么把这个剑 抄在手里边 并没有往外瞪这剑 先站起来 伸手把门口就给打开了 一看 呵 院里还真热呢 有这么一股小旋 打着旋 奔这屋门就来了 搁谁 爷外子 把这门关上 唯独 宋爷 天生的党子大 这才大夫哥 更崩滑 插弄一下 把这把假的太阿剑了 可就出了剑匣了 左手是剑匣 右手是宝剑 用左手剑匣 一压自己右手宝剑的剑身 他一看这小旋 一到门前了 带着这屋里 这灯火苗 突突乱散 宋爷冲这旋 闹着 别折腾 是神归庙 是鬼归坟 不要欺我年呐 莫非 你不信我手中之剑力吗 那么你要打算 一夜之间 做点腰 你要害我 叔侄二人 你可别说 姓宋的我不讲交情 我可对不起你 有道是神鬼怕恶人 我告诉你 我妙守赛和缓 自山东济南府而来 我就恶人 修走 看见 拿这宝剑 接着这门 照这小旋份 迎风头就披 真的好 不害怕 你再瞅这小旋份 没头就跑 宋爷爷一瞧 哈哈哈哈 老头乐 就这个 也敢在我面前 装身弄膜 哪里都 还追 店不灵要是屋里村路来 紧追这旋份 他也不让人 递着宝剑 在后面追 我倒看你 怎么意思 这旋份 呵呵 好熟的道 奔家道 到家道 奔后院 宋爷爷 坐楼 紧跟的 解后院 又分月的门 过了月的门 来到三道院 宋爷不追了 怎么 宋爷爷一瞧 呼 空荡荡 四面立着院墙 这院没房子 大长院 把院墙立起来 感情一间房 没有 没有可是没有 堆着好些个 砖瓦 石料 也就是说 没等盖完这房子 未曾尽功 大概就闹起来了 那就甭盖了 这个过去啊 盖房 跟咱们现在盖房 差不多 先起院 在院子里边盖房 好掌握 你要先盖房 再起院 接风不乐意 你准往外账 所以呢 大伙 量好了 原先您家这院墙 在哪 还在哪 您家里怎么干 我们都不管 但是您院墙 不能往外推一块砖 也不行 当然了 过去也不讲什么 遮光挡阳的 您家里只要有这实力 您起楼就起 街坊也没多的意见 可有的人觉得 街坊这房比我高 压得好 那接着往上盖呗 那你盖二楼 我盖三楼 你有能力把二楼挑了 你得往上续 你得续四楼 那也可以 那么现在呢 他家里这房没干 空的 宋爷一瞧 这小旋 奔紧后墙 到后墙那儿 往地底一钻 扑鸡扁鸡 没了 宋爷胆子大 保剑还侠 你不折腾我 往地的保剑 抬头瞧了瞧 月朗星期 明角角 一轮的浩月当空 罩到这院子里边 非常的亮 稳住心神 脉步往那墙根溜达 敢走近了 差点乐出声来 我特意小心了 怎么 这有口井 我说他这么钻地里 离得远我没瞧清楚 一块砖的井台不高 离得远看不见 把这个剑侠 左手钻出剑瓣 护在自己身前 低头往井里瞧了瞧 鹤洞洞 雾沉沉 什么也看不见 妖精就在这井里住 行了 我对不太起你 把宝剑 往自己身上这么一挂 有的是砖瓦石料 一般人搬不动 宋里也搬得动 长得大石头 大木头 整床坨 宋里一人 就给举起来了 往这井口这么一横 石板往上一压 上边又落了 四个块瓦 除了没拿杨灰给气上 这井里下 反正你 没有绝大的力量 你是出不来了 宋爷爷搬不开 为什么 他是把这东西 一样一样搬得上 你要整个端这梁 把上面东西都端开 你端不开了 这分量太大了 宋爷爷一瞧 行了 有声放别天亮 再说吧 回到了头颅院里头 一看房门大开 宋宝拿着自己的刀 在门口这站着 眼泪哭叉的 呆 我等您 让妖精给吃了 我让妖精吃了 你钻着刀跟这干嘛 你倒找我 给我报仇去 我可得赶呢 您的人家除了妖了 行除行不除 怎么叫行除行不除 这是没瞧见 没打照面 我给他一宝剑呢 他日风了 那么呢 跑到后的院呢 一下蹲猛的了 完了 我呢 找点东西 给他捂在里头了 您把妖魔给震住 也没给震住 我也没瞧见什么模样 他不敢还手啊 您看这天也快亮了 抓光了 您歇会儿 我歇什么呀 去 垒那个院门去 把姓宋的都叫起来 他们姓宋的害咱们 输职二人 明知这院闹妖精 让咱输职在此 又不是我 有一些个能为 岂不是白白被害了吗 看起来并非忠厚人家 拉着打棺子 宋也急了 你办事不厚的 得嘞 宋宝把刀撂去 来到东西院中间 这门这 拿手这么一吹门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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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子全起来了 宋诚带人慌里慌张 找宋路 这钥匙在宋路手里呢 宋路这半小也没睡 为什么 昨天锁门的时候 让这老爷子吓得一跳 感情人家全知道 自己把门锁上了 那这一宿 那院子又起风又折腾 谁赢了 谁输了 要是妖精把这老头吃了 我最多这院门还锁着 要是这老头把妖精打跑了 那完不了啊 敢一听来院叫开门 宋路就这坏了 拿这个钥匙捅这锁呀 捅了三回没捅进去 宋宝这边拽着门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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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锁门你们要造反的 开门 宋服过来是兄弟手里把药子接过来 这才把门打开 吸了哗啦 连锁带链的往下一撤 宋宝窜出来 一毫送成的我领子 把原位吓坏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by 您要做什么做什么 你关死了 好啊 我们书职千里迢迢来到此处 错过速投 在此打脚 管我们一顿饭 借我们一斤 往哪只都没安着好心呀 你们这愿闹妖精 对不对 宋藤藤不知道自己家闹妖精 心了亏的心呢 不是不是 他这个 来人 一喊来人 宋家的这个家人 足有二三十位 把松肉给我绑上 您撒手 都是他出的主意 都是他出的主意 使得坏 哎呀 你告诉我把人关在这院子里头 怎么样啊 现在这个官司办了吧 我说不清楚了 我本是好心并无歹意呀 到晚打官司也得你去 老人家如何了 老人家如何了呀 我不是吓唬你 让他妖精吃了吗 呸 他也呸 老人家昨夜晚把妖精给逮着了 就凭你们爷儿俩就给逮着 爷儿俩还用我呀 就是我大爷 威然的这么一施展手段而已 我根本就没动手 是啊 那么是什么妖精啊 我哪知道啊 去 把这小子捆上 你跟着我过来 见我大人 用宋城这一家子 拿这爷儿俩当了福地圣人了 你再炒宋品 往屋子里这么一坐 一抬头一瞧 宋城 吓得浑身直哆嗦 老实人呐 那宋福脸都白了 为什么 宋路再不好是他亲兄弟呀 这要是宋的衙子 那还活得了啊 害人命啊 宋城 跟宋福尔进来 普通就给跪下 老爷子 我们可没有坏心的 我们不是那样 不用说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你们这院子里头 闹这个妖精 昨天晚上也闹了 赶上我了 哎 我不怕 我拿着宝剑 那么一追他呀 他跑到锦后院 你们锦后院 有口井啊 啊 有口井 干井 施井 昨天夜里头 我也没瞧很清楚 我也没找个石头 往里边砍一下 试试 怕把妖精都逗上来 这么着我拿点 砖瓦石料 我给封成 是干井 好干井 打个干井干什么用啊 是想打吃水的井来的 可是他不出水呀 打得挺深了 还没有水 后来干脆呀 有人出主意 就从院外头啊 引火水进来 灌到里头 把后边院子呢 挺大的长院 垒成院墙 干脆当花园得了 哎 也不止他吃水的 就是添个井子 那怎么没接着弄啊 他盖着半截就闹起来了 那夜里边非啥走石的 还丢过人 所以我们就不敢带了 这么回事 好吧 一块儿搬后院 压着这送路 到后院 来 你们大伙动手 大伙一瞧好 井口上面 堆里一大堆东西 这都是老爷 昨晚您一二搬的 整个的房坨 您一二会拉得动 也不算什么 这送的人多呀 大伙七手八脚 把这东西全给抬开了 这会儿比白天瞧得清楚了 虽然看不见底 但是呢 这井能往下看多一半 也瞧不出什么出奇的地方 但觉有一种冷气 顺这井底下往上冒 宋朝 哎 老爷子 任打任罚 任打怎么着 任打怎么着 任打好的 我不管你们这 谁担这官司 我把你们扭送当官 你们要害我输之二人 人赃俱在 那我们活不了啊 那你就任罚 任罚又怎么着 派你送家庄的人下去 看井里边是什么妖精 您不去呀 废话 我去了谁管捉妖 夏吉恩把妖精斗上来 我好跟他战 夜晚之间他都不成 大白天的他更不成了 你们谁下去 逗妖精去 大伙一听谁吃不成呢 大咱们连早点还没吃呢 逗妖精去 我们不去 宋宝一瞧 嘿嘿 我说 圆 干啥呢 您就拿嘴说没人去 重赏之下 必有勇工 您得许给大伙这样玩 宋宋一听 哎 也罢 谁下去 我给俩月工资 甭管长工短工 我发两月响 大伙一听 为俩月响玩命 谁去呀 我们不贪着便宜 不去 松宝一瞧 原来过来过来过来 又怎么着 哎呀 要好说不行 那就得来逮着了 什么叫逮着呀 事有事在 或有祸头 这事谁窜着起来呢 我家里人的家人 叫宋陆 对 让他去 不去也给他顺了一头 他要说不去 把他送衙门治罪 对 我也恨这个奴才 宋佛 哎 把你兄弟给带过来 宋佛五花大碗 给押过来了 告诉你 把绳子给你解开 下井 斗妖精去 不去活活把你打死 宋佛一条 恨我 这才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自己刨壳埋自己呀 这可了不得了 不是那妖精要把 我吃了怎么办 别忙 宋宝一说 我给你们出主意 这宋宝还真有鬼主意 弄个大筐 哎 弄点活鸡活鸭子 然后把翅膀啊 微燃的给捆上点 都搁在这框里头 让你这个松露啊 坐在框里头 哎 下去 然后呢 拿绳子 记着框往下细 一点点顺 单栓一根绳子栓零灯 隔一帐栓一零灯 隔一帐栓一零灯 他到底下呢 放鸡放鸭子 腰尿本吃了呢 他也都拽不掉零灯 那他该搞 谁让他犯坏害我们来的吗 活该他死的底下 咱们一瞧妖精厉害呢 哎 弄点杨灰 水泥 把这井口一气 自此这妖精永不出事 也就完了 水泥咱们买这高标号了 哎 这辈子也慢慢出来了 就行了 那么 要是铃铛一响呢 说明他还活着喘气 哎 看这妖精吃不吃鸡 吃不吃鸭子 长什么模样 什么妖精 这算行吗 给他说一句 大家会听好主意 就这么办 得两只鸡 得两只鸭子 拿绳把翅膀一拴 找一大筐 全扔到筐底下 把松柄也摁到筐底下 筐的刺着鸡脚 拴上绳子 四个人 低了这个筐 这绳子往前顺 一点一点松 这把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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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个人 往绳子上拴铃子 一点点往里续 让他好一会拽这绳子 摇这铃子 但这人都进了筐 筐都下去挺深的 这才有人 给他解绳子 哈利奥 在这井口这把绳子 给他挑开了 怕他往上窜了 下去 松柄想不下去也不行啊 为什么 绳子一给解开 人出一松手 下去一丈多 那上不来 得了 谁让我出坏主意 那我就扔命 下去吧 拔着这光 越往下越黑 越往下越黑 猛然间的 咚 到底了 他往这井底下 这么一瞧啊 黑洞洞 什么也看不见 眼前就是光滑一道 唰 妖精的眼睛 这眼睛就这么大根 那甭笨呢 这妖精脑袋大得去了 像我这个 也就一口 把这个鸡跟鸭子 拿起来 就往外这么一扔 两只鸡子 两只鸭子 都扔出去了 闭眼 不敢看 就瞧这鸡鸭子 在这井底下 噗噗噗噗噗 来回下噗噗 感觉上头有亮 下照 有一点光滑 那么他这眼睛 刚下来 什么也瞧不见 敢在这井底下 做时间长了 眼神可就缓过来了 他一听 噗噗噗噗噗噗噗 连鸡带鸭子 都没吃 都活着呢 那鸡鸭子翅膀 捆着 那个嘴 没捆着呀 咕咕咕 嘎嘎嘎 他真叫啊 没损 哟 这妖精不爱吃鸡 不爱吃鸭子 我也没事 我瞧瞧 他这么眼一瞧啊 鸭子就在他周围 这筐旁边 来回烂铺路 就在成都当中的地上 横着一把宝剑 四尺来长 没有呛 这一道光滑 就是这宝剑身上所发的 他一伸手 把这宝剑就捡进来了 一抱这宝剑 一拽这绳子 铃灯一响 上面人把他拽上来 你瞧瞧什么了 我瞧瞧这个了 说的话可就把这宝剑拿出来了 谁也不敢接 送宝过来 一伸手把这宝剑抄到手里头 哦 感觉是宝剑腰 宝剑成了精了 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家先瞧瞧 说的话就把这把宝剑递到了 宋爷的面前 宋爷伸手接宝剑 攥着这剑瓣 拿手一拖着剑身火 好大的分量 这把宝剑 比一般的宝剑要长 宝剑都三尺 那么这把宝剑 足有四尺 一八整宽的剑身 是一把宽剑 这个宝剑这么沉 这把剑好啊 为什么 宝剑一般是轻 比刀要轻 但是这宝剑要沉了 可不好打 跟刀不一样 啊 这个工艺很难的 他一瞧这把宝剑 样式古朴 是把古剑 剑身你别看 这么多年了 一点袖都没有 光滑闪闪 拿大拇拖 舔这刃 一舔剑刃非常的快 个子是把宝兵着 捧住了剑身 仔细一瞧这剑柄 上面略有些个尘土和泥 拿自己的袖子 往上催口痛 一擦这剑柄 上面写俩字 太恶 宝啊 拿着这把宝剑 一伸手 把自己这把假太鹅 给拿下来 大拇哥一摁崩晃 剑侠一扔 把自己这把假太鹅 往这这么一立 来 撸你这把剑 跟我这拼拼 您那把可是宝剑 试试 那就试试吧 这剑还挺沉 宋宝拿俩手 一钻这剑柄 嗨 宋爷呢 拿这宝剑 从这边找 这宝剑从这边 两把宝剑 就这么一交锋 两把宝剑要碰上 得什么声 得 叉啦啦啦 得这声 您再跑 这两把宝剑 一蹭上 嗨 您再跑 送的这把宝剑 还剩一船 上面这半俩剑身 出去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 不走宋家装 是巧得太恶剑 自己这把剑鞋 装这把宝剑 还装不了 原来 这想来 老爷子您说 您什么事 难以启齿 您说吧 井底下并没有妖精 是一把 守了日经月华的 上古神兵 太恶剑要出事 哎 疾风巧缘 宋某人 赶到你们家 得欲 此宝 那么你看见了没有 你井里出来这颗宝剑 把我这口剑 以为燃得 消为两劫了 那么这东西 从你们家 挖出来的 应当是归你 所以我难以启齿 能不能 把这口剑 转给我呀 是转赠 是转寿 没好意思说 不知道人想不想要钱 宋承一瓶 嗨 这算什么呀 您替我出了腰了 这位 您甭说一把破剑了 还没有剑鞘 要什么我都给您 这西院整个给您都没关系 我已然对不起您了 要不是这奴才 妖言祸众 我听信财言 我不能害您的 您没把我送官就便宜我呀 这把宝剑 您要爱送您 这不算 另外我拿出钱来 您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我给您好好的 打这么一把剑匣 撞您这口宝剑 此言故虚吧 绝对说到做到 哎 原外 受宋某一把 哎呦 您可别去 诺大年纪 您这不是折杀我了吗 来人 把宋包给顺下去 宋宝一听 我下去干嘛去 哎 我说大爷 您这可没有 你下去再瞧瞧 还有没有别的 把宋路爷给拴下去 宋立军 我都下去一趟了 将功折罪 差不多 你把鸡鸭子捡回来 宋宝拿着自己的刀 找来萤火之物 做大筐到底下 一瞧 并没有其他的 就是空井一口 这才确信 就是这把宝剑 书中代言 宋爷 可上了当 怎么 宋爷自以为 这把太阿剑 受了日经月华 感动上天 他这一辈子 拿着假太阿剑不容易 得以真剑到他手里 其实不然 这内容有一位 风尘高人 就这位的能耐 在朱剑客之上 一看宋品 宋文元 勿走 宋家庄 这才 把他引着到 后院 枯井之内 送他这把宝剑 那么这位 有多的能耐 真得说有 半山倒海之能 要不然怎么起的风沙呢 就这一个人 他能让这天变了 刮风 吹着这院沙子 打着一个沙石乱飞 这位能耐比剑客还厉害 谁呢 还真不能说 多能露面 您别忙 剑山蓬奈岛玩了 有个万龙藏锋岛 万龙藏锋岛玩了 有三大巨鹰山 三大巨鹰山 没玩的时候 在最末要玩的时候 这位又露一回面 咱要是 能说到那儿 这位可就露面 勾人 这位是 那么 现在咱不能说 咱得勾着他 那么 宋爷不知道 宋爷以为 这就是 天赐给他一把 真太和剑 这才 把图画出来 把剑侠的这个侠徒 自己亲笔描绘 然后 拿出钱来 宋承说 我拿钱 不 你甭管 这宝剑 我要你的 就不好意思了 在你府上 讨扰这么些日子 就更不好意思 我让我的 值得宋宝 亲自办这事 这一般的竹子 办不了 得用云南大山 里边的竹子 这竹子得够年头 拿这竹子做胎 外边 掐金丝 您从外边瞧 哎 金春口金世界 绿鲨鱼不笑 这个墨鱼啊 鲨鱼皮是黑的 它是上漆 那么这个原先 咱们看 逮着这个鲨鱼 您都见过 现在人不出奇 都知道 没有黑色的鲨鱼 哎 所以他拿回来 他得拿生漆 把这个鲨鱼皮 给熟了 要不然 他做不了东西 那么里边 他怎么支撑起来呢 得有胎 你拿木头 做胎也不行 这木头的性子 它比这个 竹子要硬 它容易拾 你要用金属的 也不行 这把宝剑 切金断玉 就跟切泥 切豆腐一样 所以这宝剑 一环匣 唰 那头露尖了 那不成 怎么办呢 用这个大山 山里边的竹子 有软性劲 又能把这鲨鱼皮 这骨头给它撑起来 就仿佛鱼骨一样 哎 它还能够 窝得动 那么这个做这个剑侠呀 就这里边这个胎骨 最讲究 那么老头亲自画 这里边有科学性 我也不会做 给您一说 您知道它很不容易就是了 那么宋宝拿着钱 离开宋家庄 购奔云南 这一来一去 工夫可大 那么宋爷在宋家庄上 住了小两个月 这才把这把剑侠 给做好了 漂亮一击 敢再把这把 真太鹅剑 搁在这剑侠里 往自己乐下 这么一挂 打膝眼里 往外这么痛快 高兴 我拿着假太鹅 我找人家 马奎呀 找人家 侯廷啊 重管找谁 我跟人家亮宝剑去 我那不灵是假的 我被借人 那真的瞧 这回可行了 我有真太鹅剑了 那还错得了吗 心里边高兴 打这说 辞别宋家庄 宋成员 带着宋保爷儿两个 要够奔 陕西找这个 马奎去 那没想到 走到半路途中 正往前行 有一道白线 在自己面前一晃 宋爷一瞧 难道说 河夜之间 有夜行人 出来作案吗 自己这才跟宋保说 爷们 拿着你的兵刃 守着咱爷儿俩的包袱 大爷我追上前去 看看是什么样的动静 你呀 原地儿不动 我回来找你 宋保一听 好吧 自己仗得太恶利刃 一塌腰 一追这道白线 直追到金光寺 翻庙墙进来 来到了僧使之外 自己屏住呼吸 蹲着窗户台 往屋里这么一溃叹 看见一个老和尚 跟一年代长者 正在啄旗 院外的来的两个人 自己竟然亡然不知 也搭着这两位能在大 书中代言 正是赛张顶马魁 跟一轮明月 赵九州仓首不圆 二侠侯杰 老哥俩 前坡一个 后坡一个 可也没瞧见宋品 宋品也没瞧见他们二位 合照在屋子里下着旗 把这几位 全都给摸清楚 他引来的 这才出声呼唤 说这题我吓不过居士民 我不吓了 那么怎么样呢 把这三位请进来 你们三位还在外边偷看吗 那么马魁跟侯二爷 正在疑惑之际 宋品心里边没毛病啊 这才把宝剑挂上 自己推僧房的门 小连龙已然卖不进来 哎呀 高僧啊 我在外边偷窥多事 很不礼貌 那么未经您的允许 来到了贵跑 但是与高人而不能交臂 失之 看来您的能为在我之上 但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二位 到了没有 和尚一听 那我能说瞎话吗 你们二位还不进来吗 马魁跟侯杰一瞧 那咱们咋进去吧 顺房上翻身下来 这才迈步进屋 满脸的不好意思 咱还偷瞧人家 咱那能得差有 但不知道 尹自己入寺的是这老和尚 还是这老头 站在这儿 和尚一互相给指引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跟我下棋的这位 家住在河南开封府 人称云中写牙 姓和名利 自哪一中 后大伙一听 久闻大名 河南中州 在开封府 有一位云中侠 河里河内中 掌中有一口 大下龙缺宝刀 无人不知 无人不喜 宋品跟马魁都高兴 怎么 自己刚得的宝兵人呢 那么二爷 不走小张庄 到小张庄 夺了一口张顶的宝刀 龙头凤尾 赠给张顶了 赛张顶啊 那么赛张顶 拿着这口宝刀 正打算试试 哎 旁边宋品了 宋品你有太恶剑了 一听说这位河里 知道他手里有一口 大下龙缺刀 今儿好 都能碰碰了 这位 是侯二侠 这位 是山东济南府的庙首 赛和环 他叫宋品 宋文元 这位是陕西凤香府 赛张顶 啊 你们跟侯二侠 一块来的 彼此熟识 那么这二位 不认识新郊的朋友 马魁一条 您何都认识我们 我们可不认识您 哎 我说何侠子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跟您下棋的 这位高僧是谁呀 高僧一摆手 不用他说 我自己说 我就现在说呀 先说吧 贫僧名叫了然 书中代言 金光寺一目了然声 已然在此隐居多时 那么咱们这套书 三百六十名侠 他不在其内 要论本领 一目了然声 在咱们这套书里边 能为是最高 那真在剑客之上 师兄弟三位 他是大爷 叫了然 二师弟叫了音 三师弟 叫了义 那么他们哥仨 是了义的能为最高 功夫最纯 您往后文书听 到了了音 了义这俩 和证出事的时候 那咱们前面 说的这些位 可就都摆给了 那么了然 他已然就是神僧 一目了然 僧 原先 在开封大宣伯寺 他呢是主持 后来呢 他不干了 他身上有人命 他呢 躲起来了 一直等他这个通缉令测了 哎 没人 绝护着他 还活的事 等他岁数太大了 才暗反京中 因为年轻人 这次过顺治爷 在北京还交俩徒弟 你要听前文书 您就知道了 那么这才回到金光寺 没有几年 老和尚岁数太大了 不问世事 那么这个 和立大那来呢 这个开封府啊 有个云中侠和立和那种 武术不错 家传的刀法 有这么一口大下龙瘸刀 这口刀 历史悠久 还当初有西夏的时候 传下这么一口刀里 可是有一解 他这大下龙瘸刀啊 是假的 他也没见过真的大下龙瘸刀 什么样 哎呀 他知道自己拿这口假刀 纯杠的自己刀法不错 在江湖上混沌多年 他在家一琢磨 我这辈子 人称我有宝兵人 可我没见过宝兵人 得了 我别老在河南待着 谁有宝兵人 我房房贴就得了 我西部有一家呀 是东边有一家 我东边这家 因为他在河南中中 是山东济南府 有一个妙手赛和缓 送品送闻员 我闻听人言 这位老侠手里有一个 饼太阿宝剑 我得见一下 我西部有一位 家住在陕西凤乡府 人称赛江顶 马奎马龙闻 我得防防这位去 那么这口手里边 有一位 有这么一口宝刀 这位手里的这口宝刀 叫做龙头凤尾刀 我得看看 可我先往东去 先往西去 人在不在家 我也不在我 哎呀 这么着我找人算算 这么大匣子 奔了挂摊 你看长天之上 一拉柳 骑挂摊 往前行迈路 一瞧头一位 三十来岁 黄白净 哎呀 我这七十来岁的人 找一三十多岁人 让他给我算 这不成笑话了 他懂得骂 哎呀 这玩意儿 打木场的大夫 他懂得骂了他 哪来这么去 俏皮画 那会儿 打木场有一大夫 叫董德茂 哎 写大牌子 坐在门口 哎 这前门的人 落了这么一句 俏皮画 俩一逗子 就说你懂什么 你懂 你打木场的大夫 你懂得骂啊 就落了这么一句 俏皮画 哎 可是我前门生 前门长 我没赶上 我不知道这是 哪朝的故事 哎 这董德茂 董大夫有没有传人 不知道 把他打木场行医 这是肯定的 那么我看看 第二挂摊一瞧啊 一摟头 破一啰嗦 哎呀 这个挂摊啊 也没有一块整部 弄几块铺针一拼 一看呐 那千筒子啊 都自流泥 哎呦 但刚要算的流 给自己算算好不好 练走六个挂摊 都没算 这六位还都紧张了 来了啊 我给你算算吧 哎呀 我送你两句话 那要是到了咱北京啊 我不能提什么庙 什么灌啊 反正很知名的这些个 出家人的修行的地方 您在那一走 就把您拦住 你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您不信您试试 哎 就打这往南 在这个白云路附近啊 那有一个倒灌 我小时候上面打过金钱也摸过石猴什么的 咱不提他是什么名了 门口有几位新能倒谷的 我一到那儿我老是故意的放慢脚步 哎 他拉着 你可不是一般人 我说你怎么瞧出来的 您请过来 我送你两句话 我说在你未曾送我话之前呢 我送你一句 算准了 我说的对 你给我算 我说的不对 咱俩两不相找 你看怎么样 嗯 你送我话 哎对 你知道 你送我这两句呀 我也知道是什么 我先不说 我先送你一句 你看怎么样 我估计我能算对了 那你说吧 我算呢 今天你从我身上挣不着钱 信不信 信 你给我算吧 那还算什么呀 你该干嘛干嘛去 谁在马洛来人 您就送他这句话 不信您就试试 您上边一遛弯来人 这六位 我这蒙事 醉莫老是一老道 闭目养神 呵 合一笑 哎呀 他不理我 我偏得找他给我算 辛苦道爷 问世啊 哎 现在有这么一档的事 犹豫不决 打算找先长 您给我断一断 好吧 也不用往东去 也不用你往西去 你就随便那么一溜达 你想见人都能见着 我没说呀 我是要问这事 哎 他怎么知道的 哎不是 先长 怎么着 还不服着怎么着 拿着你那把破刀 去吧 何爷一条活神仙 何在中 大吃一惊 哎呀 前辈 高人呢 这是 没领教 您老人家 多问不疑 自由 相见之意义 无量福 贫道去 转身就走 这挂摊也不要了 这是高人点我呀 哎呀 可以琢磨 回家收拾东西 把这把假的 打下 龙穴糟一挂 也不奔东 也不奔西 我奔哪 奔北吧 也河南奔北 支里山西两交界 猛然间一抬头 金光寺 想起来了 河南开封府 大姓国寺 有一位高僧 名叫一目了然 我在年少之时 在寺中玩耍 时常相见 也曾点拨于我 哎呀 我文庭人言 这位老人家 隐居在金光寺 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他的人家 还活在人间 就在金光寺 我可得见见 这才来到了 寺中假意随喜 见到小和尚 这么一问 小和尚说 您随我来 带我哪里去 老师不要见你 老师不算过来 那么河里 这才拜见 一目了然僧 一目了然僧 一瞧 河里何乃忠 哎呀 这个河忠 啊 我可是很长时间 没见着了 能到寺里来 还是个小妄 你老人家 怎么没变奴样啊 我小时候 您就这奴样 怎么现在 我都老头了 您还这奴样啊 是啊 这个我有功夫啊 是不是 您怎么上这儿 找我来 你这不巧了吗 我呀 是心里有事 我拿着我这口刀 打着仿仿世间的高人 谁是高人呐 在我东边有个宋品宋文元 在我西边有个马奎 马龙文 这二位都是高人 俩人一人有一柄 太鹅剑 一人有一口 龙头凤尾刀 我打着会会 可是先本东 先本西 我是犹豫不绝 这才找人起上这么一挂 这位没等我问 他就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说的 阿弥陀佛 他也出事了吗 谁呀 不可说 不到时候 您认得给我算卦 这老道啊 要据你说这模样长相 穿着打扮 这个口音 我倒想起这么一位 来八成是他 那行了 那您看 我听他都不听 你当然得听他的了 你不仅得听他的 你还得听老那我的 你就居住在我寺中 你想见之人都能见到 每天你陪着我做个功课 我再指点指点你的武艺 另外 你陪我下下棋 你像荷叶下棋还真好 文武双凶 老和尔这一辈子武术中学 除了练武 一目了人生 最好的就是下棋 你别看好下 这棋还不灵 臭棋 和尔的先开始呢 为了跟老和尚逃活能力 老输给和尚 和尚急了 和尚说你带输我起我一掌 真死你 这么大罪款 那就别客气了 咱俩这一下呀 和尚还真不行 老和尚一目了人 这么大的能耐 敬输给和尚 天天晚上下棋 这一晚月明星夕 挺好的大月 老和尚吃完了晚斋 做完了晚功课 这才把和尚找来 说咱俩人借月色灼曲 和尚一瞧星子挺高 那行 那就下 下着一半 老和尚一伸手 把旗盒里的旗子 抓起一把来了 叫神往桌上哗啦 这么一洒 起上一刻 拿手这么一数一瞧 点了点头 叫了一声和尚 你在庙中等我 我给你带了一个朋友来 老和尚双间这么一晃 和尚一瞧真快 已然出庙了 到外边一转圈 什么叫侯二侠呀 马魁呀 送门员呢 全给引来了 老和尚快 穿的是灰僧衣 借着月色光滑 一道白线 这功夫太纯了 这还是和尚 诚心让他们来 要不打他 让这几位看见 连味都闻不着 三位都追到金光寺 一目了然 曾把他们引到此处 这才在庙中相见 这才在庙中相见 现在大家伙碰头了 和尚一瞧 怎么样 你们 在我这都聚着了吧 和尼 我没说瞎话吧 太好了 哎呀 侯二 神僧 你送给 赛张鼎 马魁的这口刀 怎么得来的 我听听 俩人啪啪啪 这么一说 我走小张花 好 马魁 你长得像张鼎 这能力 比张二侠怎么样啊 你把你的刀亮出来 我瞧瞧 大家伙一瞧 神僧 曾高兴致 在您老人家面前 亮刀合适吗 你看 大跃增劲 咱们起也不下了 跃台之上 我会会几位 高的傲的 这几位大侠 贫僧 我要论武艺 多年不动了 我瞧瞧 马魁 心得的宝刀 也未亮了 再说 这两位都有宝兵了 我头一个 我先亮 神僧 您瞧瞧 把刀摘下来 再查冷一下 长的 四十多 好家伙 浓头凤美的 铲头锅脑 一亮 是在月台之上 接着月色光滑 走行门 卖过雾 他长得本来 暴涨刚需 大脸盘子就像张鼎 再压这口刀 衬着 呵这刀法 就在月台上 这么阴烈 就是合上瞧着 颇有几处 可圈可脸之处 好 佛弥陀佛 马魁 似你的能为 这口道 坎坷配之 宋平 你这口是怎么得来的 这口宝剑 太厄剑 高僧您要问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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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来的 你认为是宝剑找的你吗 神僧不是 据我想那种环有高人哪 难道说他 别出师了吧 您问的是谁呀 不可说 哎呦 您这什么能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你的剑法如何呀 在您面前 微末之计 我就不要献丑了吧 马魁一笑 别家 我这口刀都练了 要丢人比我一人丢啊 宋德哥 你也练练吧 宋平的兴致来了 好啊 那既是如此 神僧三类 您几位给我瞧着点 大不可挺疯狂 插冷一下 就这宝剑一离下 一刀立闪 自己这刀鞘可就舍不得扔了 规规矩矩往旁边月台 台阶石就一放 就这口刀鞘就直了银子 这个把剑侠的亲自打造了 好极了 那么把这口宝剑二指 一压亮了这么一个架门 宋平一 一推 这柄 太鹅神兵 就在月台之上 但文德脚尖擦地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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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咱走到沙子地的声音一样 这个亲子 身情如燕 眨眼之间 一套剑法演完 剑推在左手 右手切二指 一亮自己的剑尸 高僧首先点评 好 堪配此剑 这柄宝剑出世 错非是你送品 别人他也得不了 看来这位高人 眼力不错 合理 把你的大夏龙缺刀拿出来 让他们也瞧瞧吧 我来着那庙里这么显日的就这事 我没跟您说实话 我这口大夏龙缺刀 它是假的 真的大夏龙缺刀 哎 何奶中连剑都没剑过 我没有啊 他卧弥陀佛 我就知道你没有 何力 你没有啊 我有 大夏龙缺刀